穿越成绝世魔尊的我一来就激活了邪恶的大爱系统 更有系统赠送的神器棒身 即将走上人生巅峰 没想到 却要被美艳娇人的女徒弟 献要毒死 不料 我却激活了大爱系统邪恶的新手任务 原来玩游戏十天十夜不眠不休的我 即将攻略 最终BUFF没想到号称甘地的我 猝死穿越成了游戏里的清零魔尊 有三个美艳诱人的美女徒弟 即将走上人生巅峰的 我根本高兴不起来 因为此时的我刚刚与正道第一人沐星南 决战重伤逃回老巢 熟知剧情的我知道 这是逼近大结局的剧情 我即将隔屁 而且还是被自己最喜爱的三徒弟献要毒死 只因为剧情设定我弃势灭毒 将世尊炼为人丹 更是将心思单纯 凶大无脑的三徒弟 荡成掌上玩物 伴随着一阵敲门声响起 我知道我最爱的三徒弟岑希儿来了 世尊大人 您在里面我该服药啊 看着推门走进来的岑希儿 我无比慌张 眼前的这一幕 竟然和原住里面一模一样 我深知此时的三徒弟岑希儿 已被策判 以奉要的名义 趁机送上男主萧成给的毒丹 我还不想死我的弟子 也不能便宜了萧成那个种满男主 随着系统提示音 想起恭喜宿主 您绑定了传说中的大爱系统 看着系统我心想到什么鬼 大爱系统 就算只是穿越者的外挂 也不该这么离谱 随即而来的新手任务 竟然是让我用大爱感化岑希儿 此时我想到原住里 陈希儿被男主骗到手 是在我死后才开始的 也就是说 此时面前献要的陈希儿 其实还于心不忍我还有机会 嘿嘿 这丫头 就是我现在唯一的突破口 随后我把手一挥 刮起一阵强风 把陈希儿面前挡路的海骨清理干净 本就心虚的陈希儿 吓得只敢睁开一只眼偷看我 我和蔼的说道 不用那么拘谨过来引 抬起头错愕的陈希儿 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 平日里冷酷绝情的的师尊 声音里竟然带着一丝温柔 为了让师尊放下戒心 跪倒在地的陈希儿喊道 拜见主人没有喊出师尊二子 低头的陈希儿 想到萧陈师兄告诉自己 白清灵以元气大伤 没什么好怕的 暗暗为自己打气 只要我吃下这一枚空忧式魂丹 必叫我生死到萧不入轮回 殊不知 献药的自己将彻底成为我的玩物 我看着跪在面前 即将成为我掌中玩物的 美艳女徒调侃道 这么快就练好了吗 你这丹药宝珠呢 七品丹药 为何平口有九色丹霞 知道里面是九品毒药的陈希儿 紧张地说道 是服药的作用 我在里面加了服药 看着谎话都不会说的陈希儿 我想到 真是我的好拨 巴不得为师赶紧死 不过最紧张的时候 也是最脆弱的时候 所谓的大爱 才能一发入魂 让其彻底成为我的玩物 是时候开始表演了 我抬手 将红品丹药吸出 冒着九品丹霞的绝品毒药 红忧式魂丹 飘放在我的手上 思考片刻后 我伸手抚摸着陈希儿的脸道 你到底是有多恨我 以至于迫不及待想要试诗 陈希儿满脸惊恐 师尊怎么知道 他一定是在炸我 随后眼含泪光满脸委屈地说道 主人 您是不信任希儿吗 看着情绪已经到位的陈希儿 我转身说道 跟上 无必多问 领着凶大无脑的陈希儿 去往地下一层的我想道 果然如我所谅 他还没有和我翻脸的勇气和信念 只要利用好这点 我就能绝地方谈逆天改命 领着陈希儿 站在由无数窟楼祖堂的血厨门前 内心惊恐的陈希儿无嘴说道 主人 这是什么地方 我想道 这是我白清凌族下独当后 原作男主萧辰来补刀的地方 不过现在 它是我逆转人生的地方 我续续说道 这些都是南疆十万大山独眼族人 本尊早是曾被其首领破拔长鱼幼品 其想夺我先天无相魔种 使我受尽折磨生不如死 可惜关键时刻了 我魔血发作 让我惊蝉脱脚逃脱 我魔宫大成之时 第一件事便是回到十万大山 回馈独眼族人当年的恩情 同情心泛滥的陈希儿想到 不仅师尊的师尊 要夺他魔族 在巫族更是受到非人的折磨 师尊真是太可怜了 师尊不该被这样对待 可是师姐 还有萧辰大哥 已经告诉我 这个男人的真面目 此番不杀他不知道 还有多少人葬身他手上 看着内心动摇 已经极度纠结了陈希儿 我知道是时候下一位你要了 但我要告诉你的 不是这些 我打开大门 带着陈希儿进去 陈希儿看着 身前十颗漂浮着的妾影魔珠 震惊之余 不由想起二师姐 对自己说过的话 我们不是变态师尊的徒儿 是被他圈养的玩物 是他触手可染的禁乱 高尖法器妾影魔珠 能全方位监视他人 并随法器主人意念驱使反馈画面 我们卧室里的妾影魔珠 都是变态师尊放置的 自败入师门后 就一直在监视我们 想起二师姐嘱托 我假装不知道 这些珠子的存在 可师尊为何主动 将此物暴露于我 看着 已经被我引入圈套的陈希儿 我说道 抬起头来仔细看 陈希儿不知道 我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小心翼翼回道 是 主人 只见窃影魔珠冒出光芒 随即投射出 一幅模糊的画面 竟然是幼时的陈希儿家人 被强盗屠入无助哭泣的画面 杀红眼的强盗说道 这臭丫头还在哭 真是烦死了 本想留着卖钱 现在看来 待在路上也是雷坠 说罢便提刀向陈希儿砍来 给老子闭嘴 害怕到极点的陈希儿 闭眼大叫着 抬起双手试图阻挡 我在陈希儿身后 恰巧路过此地 看到后随手解决了两人 听见动静睁眼的陈希儿 流着泪问道 你是谁 看着幼年和自己一样 不幸的陈希儿 我说道 白清灵 看着气质出城的我 仿佛抓住了救命稻草 卫下说道 仙人求求你救救我的爹娘 回想起自己幼时的悲惨遭遇 我感慨道 神佛罔顾世人 魔道不弃众生 我内心触动地 抚摸着陈希儿的脸说道 随我过来 我们回家 凶大无脑的陈希儿 此时彻底感动 颤抖地喊道 师尊 看着妾影魔珠我说道 师尊我一生树敌无数 徒儿自然也会遭人暗害清算 妾影魔珠 是我为数不多 保护你们的手段 心思单纯的陈希儿 恍然大悟道 一发入魂了 已经被我迷惑的陈希儿 听我说道 这些年 为师故意带你们刻薄 就是让世人知道 你们有理由恨恨为师 我若不慎陨落 你们减了三人 也有理由站在我的对立面 保自己周全 此时的陈希儿 早已掩饭泪花 看你刚才还决意失失 为师心里难受 此时悔恨的陈希儿 再也止不住泪流满面 心知计划成功的我说道 罢了罢了 只要你余生平安 其他的也不重要了 凶大无脑的陈希儿 情不自禁地 哺入我的怀中 彻底沦陷的喊口 师尊 我错了 我不该听信外人挑拨 我是个大笨蛋 我早该知道 师尊是世上对我最好的人 我知道错了 求师尊大人原谅 其实我真的好爱好爱师尊大人 嘿嘿 不要怪我 我也是为了活命 我灭入邪笑地说道 师尊也好爱你 看着被我用爱感化 彻底倾信于我的藏仙 嘿嘿 成功的第一步 就从你开始 随着系统提示音 响起 恭喜宿主完成新手任务 您获得奖励500积分 和黄金宝箱一个 来不及查看奖励 我看着已经被大爱系统改变 从灵魂上 彻底对我入迷的陈希儿 我决定开始布局 当陈希儿说出 幕后黑手是萧陈 还将自己知道的全盘脱出 看着说完悔恨的陈希儿 竟还要我降下最残酷的惩罚 只求能侍奉我左右 我心生一计 让其将计就计 将我身中剧毒的消息 传出去 就可将功赎罪 看着欣然答应 对我无比迷恋的陈希儿 我知道 他就是我的至胜关键 此时的苍鸣宫幽罗殿外 有两人正焦急等待 一是正道派来卧底 二十年的奸细原作 总马男主萧陈 二是身负顶级顶如体质 差女龄随体的淡台灵音 两人看着前来会合的陈希儿 十分激动 总马男主萧陈 更是栖身上前 准备大限殷勤 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后退一步的疏远 十分努力 看着陈希儿满是贤污的双眼 只能咳嗽两声化解尴尬 淡台灵音焦急问道 师妹可有得手 为何不按约定量传讯师姐 被大爱入魂的陈希儿 按我教的 不露声色地说道 那老贼自促地以为掌控了我 当即便服下了公优式红单 这期间 老贼情绪波动很大 我怕露出破绽 不敢贸然传音 只在七日后 老贼独性衍生至巅峰 必叫其身死魂灭不入轮回 听完的肿满男主萧辰 开始幻想 自己冒死卧底魔道 终于消灭魔道 巨过阳明正道 将其美女徒弟收入后宫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对萧辰 还有疑虑地谈台灵音问道 大魔头虽作恶无数 却好自与萧师弟 没有任何过节 你为何主动与我们合作 还提供这等价值不菲 惊世骇俗的独单 究竟是何居心 岑西儿还拱火道 还表现得如此热忱 尽献殷勤 莫非是对我们师姐妹 有非分之想 剑被戳穿的萧辰慌称道 没有没有 我不忍那魔头长期欺辱你 想尽快解救你们 于水火之中 聪明个的谈台灵音 断然不会相信 熊马萧辰的鬼话 于是说道 萧师弟时间不早了 今日到此为止 我们七日之后再见分醒 待萧辰离去 但台灵音说道 师妹万万不可被此人迷惑 此人居心不良 此时非彼时的岑西儿 没有接话 自古说道 师姐你有没有想过 师尊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想要让师姐理解 师尊的岑西儿还说道 师尊或许对我们只是 严厉一些 其实并不会伤害我们 看着面前心思 单纯设施未深的师妹 谈台灵音 还以为是其身性善良 不忍师尊赴死 便说道 萧辰带来的证据已经证明 白清灵就是把我们 当作人鬼素材 没有任何感情 此时 坐在宝座上的我知道 尽管如果顺利 岑西儿定然会为我 多赢的一些喘息时间 如此下来 萧辰和我那二弟 必然会被我决定翻盘 我将系统奖励的宝箱 换到身前 希望能开出 逆风翻盘的技术道具 开启成功 请宿主 从以下三件密宝中 挑选一件 我看着第一件 令人无语的密宝 自如伸缩棍 还有第二件密宝 预防经车轮妙述 这是魔修用的吗 分明就是人修用的 看着第三件密宝 我知道自己这回赌对了 魔尊修为 回溯体验卡 看着拿在手中的卡片 我想到 按照剧情 他们七日后 才会进入血厨 查看我的尸首 最后便是 卧底魔门的 肿马男主萧成 亲手给我补刀 我清零魔尊白清零 要逆天改命 这一次 看我们鹿死水手 我拿出决战失败 准备好的后手 自己的修炼本源 将其吞付 便能早日恢复全胜时期 随着阵阵灵气 迅速向我聚拢 我的修为成功 恢复到了猪击七 随手打出 用超猪击七的预击 我说道 很好 这才有点 最终BOSS的气势 随后向我来 汇报的岑仙道 师尊 我也按您说的照做 并未引起怀疑 呃 雷消臣 隔着您图下毒丹后 心中大远 他让徒儿七日后来 查看主人失手 再将此事 推给布兴兰 没想到竟如此歹误 拼命讨好我的岑仙 说道 我还有一物献给主人 真正的九转固魂丹 我吃惊地想道 什么 原作里九转固魂丹 只有图鉴 没有获取途径 有了他改写结局 又能增添几分把握 只见岑仙双腿并拥 搔手弄姿的扭动着 双眼迷离 面色潮红地说道 主人若觉得不错 能否请主人奖励一次 奖励 什么奖励 原作可没这段剧情 猛逼的 我有点猛逼 只见身材妖娃的岑仙 快速上前 拿起我的手 快速放到自己 不如明知的脸蛋上 随后面色潮红 好像陷入到了 某种极乐境界 此时感受着 手上细腻的手感 就算此时我提出 某种过分的要求 岑仙也一定会欣然接受 差点把持不住的 我想到此处脸色微红 我毕竟不是真正 冷酷无情的清零魔尊 但想到生死危机即将逼近 还不是享受的时候 以大意力抬起手说道 献丹之功 摸摸头作为奖励族语 看着自己的高冷师尊 并非遥不可及 被自己攻略 更是指日可待 一脸享受的岑仙开心地说道 最喜欢主人摸人家头了 随后更是拿起我的手 放在某些巨物前面 温声细语地试探道 但是我想要奖励的地方 可不只有摸头哦 如此诱惑 使得前世 只是宅男的我面色飞红 小虫更是直接上马 恭喜宿主 散播大爱成功 获得积分500点 系统商城已开启 此时另一边的英葵殿 原作种马男主萧辰 正跪在地上 向名义上的幕后飞水 苍鸣宗四大殿主之一 英葵殿殿主 秀面圣姑花月容 妖功心切地汇报道 师尊 白清零三徒弟 与我交情甚好 告诉我 白清零不仅法力全尸 还深重其毒 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一个灵力的耳光 花月容恨铁不成钢地说道 昔日白清零是炼丹大宗师 邪药师徒弟 炼丹之术更胜其师 什么样的单独 能让他束手无策 想要解释的萧辰 面对花月容震怒的目光 只能有苦自知地无奈说道 不而知错 亲信他人消息 没有明辨是非 师兄 当年你杀害师尊 咒杀了数百同门师兄弟 却唯独留我一命 就是为了让我愤意生肿 来找你复仇吗 你做到了 你的命 由我花月容亲手终结 幽罗殿内 我看着身材妖娄美艳诱人的 陈希儿 脸颊通红 一双大眼更是迷离 好似还沉醉在 某种异样的情绪中 无奈说道 我累了退下吧 转身退下的陈希儿 伸出舌头舔的嘴唇 左手抚摸着 得到了满足的脸颊 更是回味地发出了 黑黑的虎狼之声 看着余温上丛的右手 脸色微红的我想到 等度过此次危机 定要给陈希儿 好好奖壁一番 回过神的我咳嗽一声 想到系统提示 积分商城已开启 看着邪恶的大爱系统 给出的提示 宿主可花费积分兑换宝箱 看着从只需要 100点积分兑换的 青铜宝箱 一支地增道 为达成条件 显示问号的神话宝箱 只有一千点积分的 我十分无论 系统提示响起 宿主初次使用 赠送一次先抽货买的机会 看着前世熟悉的营销套路 我说到 系统抽取宝箱 恭喜宿主 获得三选一道具 看着第一件道具剧情回忆卡 我对剧情早已滚瓜烂熟 根本无用 看着第二件 自残身体的绝情灭玉刀 想到美艳女徒的我 果断拒绝 看着最后一件 竟然是毁荡道具的人生重来单 气得我果断放弃 更是大骂道 就这些垃圾 还想骗我一千积分 到底会不会做生意啊 狗系统 突然飞来的气流魔珠 打断了我的思绪 原来 是我那在外执行任务 天资绝顶 美艳无双的大地的风里雪 单膝跪地的风里雪说道 拜见师尊 看着身材傲然的风里雪 我想到 这可比游戏力会好看一万倍 无论是身材样貌 还是外冷内热的性格 都完美迎合我的胃口 风里雪 看着坐在宝座上 神态恍惚的我 突然想起正道传绵 此魔头已身受重伤 感情秀为命不久已 想到此处 那双唇欲诱人的红唇 忍不住微微上扬 殊不知 她是前世身为宅男的我 最喜欢的女主之一 更是在看见其真人的一刻 一个邪恶的计划 在我脑海成形 我故作冷酷说道 李雪 你在笑什么 本尊很可笑吗 走神的风里雪猛然惊醒 看着我冷漠无情的面孔 还有这熟悉的压迫感 和恐怖气场 内心惊恐 脸色惨白地想到 她还是她 外界传言果然不识 绝不能激怒她 摸着腹部的邪闻想到 我可不想 再激活邪闻 受万古是心之痛 于是冒险达菲所问道 弟子已抵达镇魔塔飞水山下 所有正道寻山弟子 已被肃清 随时可以上山 我竭力将目光 从对方波涛凶运 韵味十足地上身一开 淡然说道 很好 接下来杀入镇魔塔 为本尊寻的那件秘迹 是 徒儿理应 说完的风鲤血想到 果然 她还是这么决绝 狠纳肆无忌惮 察觉到我身体无恙 传言不识 此行目的已达到的风鲤血说道 徒儿告退 我面无表情地说道 对了 你等一下 此时我想到 嘿嘿 我还没开始表演将你拿下 你就想走 你觉得可能吗 风鲤血面对邪恶的我 神色紧张 有些结巴地说道 是 师尊大人可还有分属 我近距离看前世 非常迎合我胃口的风鲤血 决定今天势必要将其用大爱感化 随即仰头感慨说道 你随为师上山的日子 不知不觉 已然十四代 被勾起回忆的风鲤血 想起当年的师尊 还不是这样 是那么温暖人心 更是在我一生 生日快乐啊 小鲤血的祝福声中 彻底感动 看着眼前似曾相识的和蔼师尊 扭头眼泛泪花地说道 鲤血告退 听着耳边传来的戏腹提示音 恭喜宿主传播大爱成功 我知道 将其拿下的第一步已经成功 自此 我的三位美业女徒 已经全部都被我稳住 不用担心后院其虎 内忧已经解决 接下来就是提升实力解决外患 我服下陈希儿送来的九转护魂丹 靠着其强大的要力 重新回到了结丹期 而且还是最顶级的九色魔丹 结成此丹 就相当于拥有无限蓝条 虽远不及巅峰化神修为 但结丹期内无敌 次日 前来汇报消息 实则来讨要奖励的陈希儿 向我说道 那萧辰托人送玉丹给我 被我无情拒绝 我更是以怕心上人误会为由 当场无情将其掰断 贼消沉听闻此事 当场气得吐血三声 摔倒在地 差点一命呜呼 看着诉说的陈希儿 此时眼里泛着爱心 好似在说快奖励我了 想到陈希儿履历其功 再加上九转顾魂丹的惊人效果 我决定好好奖励一下 于是我说道 将你的裤子脱掉 听到此话的陈希儿 变得害羞扭捏 没想到这么快就到这一步了 在我严厉目光的逼迫下 十分顺从地 将自己的裤子脱了下来 我前世深知陈希儿 长期脸蛋 此时看到其左脚上 果然和我预想的 一样有一朵天魔花 已经放开的陈希儿 还在幻想 嘴里说着什么 温柔一点的胡话 看到这一幕 我咳嗽一声想到 太狂热了 这不是一个恋爱游戏吗 杀我别用小黄包呀 在陈希儿还没有反应过来之际 一把将其按在宝座上 随后更是迎着 陈希儿深情的目光说道 为师这叫好好讲令 我前世深知在游戏剧情的开篇 陈希儿为白清灵 炼制真正的九转护魂丹 在魔之场内 采集天魔花时 被其经上独刺扎伤脚底 由此魔杖入体备受煎熬 被我抓住脚丫的陈希儿 帮忙挣扎 深知女修的足底 乃是太阴之物 极容易污染地脉魔器 被视为污秘禁忌之物 陈希儿更是碧眼说道 主人乃至高无上的魔道至尊 怎能被我卑贱之躯所玷污 陈希儿脚丫被我轻轻握住 动态不得我 眼泛泪花的陈希儿 感动地看着我 隐约明白 我要以自身万毒不侵的魔血 为其彻底进化体内的魔花之毒 紧接着那张他飘思目想的英俊脸庞 没有犹豫地贴了上去 果然和他猜想的一样 陈希儿虽然口里大海的不可以 但是出于某种奇怪的本能径 配合地抬起了雪白的长腿 解读完毕的我 咳嗽一声冷冷的 好了 本尊已将你体内毒胀禁数吸出 应该无碍了 陈希儿脸颊通红 猫般的大眼睛猛猛的 纹身贪软的 好似还沉浸在某种异样情绪中 为了维持人寿 我步骤轻冷地说道 你还打算在本尊的宝座上 待多久 惊醒的陈希儿 宛如小兔子般蹦了起来 试着双足乖乖地站立着 我沉声说道 你可以退下了 是 心儿告退 好似中了千万大奖的陈希儿 双手无脸 邓邓飘飘地离开了 恭喜宿主 成功散播大爱 听着耳边传来的提示音 我知道我还有一件 很重要的事情去做 按照时间推算 萧辰这小子 会提前进入雪橱 试图斩下我的手机揽弓 我如今紧接单期 修为不能催动 白清凌的本病魔攻 和逆天神通 前世白清凌之所以恐怖 就是有一手 让人防不胜防的仙谷之术 更是凭借古术 跨越一个大境界 斩杀了正道一位 河道七老祖 看着手中的古种 胸长萧逸 前往魔道卧底 却被外出巡台的白清凌 撞个正着 充当试验品 作了回来 而萧辰之所以 同意前往苍龙宗卧底 一半的原因是 为了搞魅力 而另外一半 则是为了寻找胸膛 已有技术的我 来到雪橱三层的 萧逸身前说道 萧逸 西年昆仑道宗宗祖 玉须子的关门大帝 结单欺修为 一手昆仑神剑诀 甚是了得 乃是正道 年轻一辈的翘楚 吃惊的萧逸 仇恨地看着我 我接着道 你弟弟萧辰 也会马上来陪你 听了这话 萧逸脸色 彻底愿为煞白 咬牙怒道 魔头 你敢敢动我弟弟 一根毫毛 我便是堕入无间炼狱 报为万劫利鬼 也定不会放过你 本尊生平最讨厌被人威胁 不过本尊很是欣赏你 愿意给你一个机会 外界所传言的本尊 被沐星兰 燃尽修为的事情是真的 如今实力 与你不过伯仲之间 亦是杰丹七修为 此刻萧逸又惊又喜 怒声讨笑道 好 来啊 出来单挑啊 我萧逸奉陪到底 斗志昂然的萧逸 丝毫没有注意到 自己已经掉入我的陷阱当中 魂体重新回归肉身 昏轮道宗首席大弟子萧逸 心中愉悦至极 更是夜郎自大及其嚣张 白清灵 将我的肉身和道剑还给我 是你这辈子最错误的决定 爵士魔头白清灵境界 跌至杰丹七 更是开心大喊 苍天有眼 此时不可一世的萧逸 更是幻想击杀魔道巨过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 白清灵咳嗽一声解释 是纯修 不是跌落 都无所谓了 萧逸一脸轻松惬意 随手我乐的剑花 我对必死之人的秘密不感兴趣 白清灵想到我重修出 九色魔丹同皆无敌 为保险起见 都还对你按下非手 更是撇了对方一眼 这么有自信 萧逸见没冷术 微见向前 我昔日便是因为境界差点太多 这才败真背情 若是你我同等修为 许你性命 便如杀鸡徒狗一般 看着表情浮夸 故弄玄虚的白清灵 萧逸目露杀气口中念念有词 眨眼间 周身演化出无穷剑韵 剑风所指之处 瞬间衍生出一道 雄魂无比的剑气长流 冲白清灵呼啸而来 白清灵脸上非但没有一丝惊慌 反而饶有兴致 这套昆仑神剑诀 由萧逸使出 比种马男主萧陈猛太多了 难怪这哥们会死于剧情杀 要不然谁是主角还不一定 就拿你试试 这具全心肉身的纯度 眼中魔灰崩陷 洞悉剑视脉络 有权更是因为蓄力人光 一拳挥出 犹如闪光而是 准确地击中东方剑视中的破绽 虚空中 拿来触目惊心的金属碰撞声 大到雄魂恐怖的剑气洪流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一点点消散 更是个权益击伤 刹那间 一生地见到信仰 轰然倒塌 萧逸面如死灰 整个人瘫倒在地 口中喃喃道 不可能这不可能 我更是高深莫测装插道 年轻人 结单修饰亦有差距 你只是凑巧 击中了我见识的弱点 巨大的反差 让萧逸歇斯底里 白清凌更是斜笑着发动后手 一个响指过后 其身上开始凭空涌现 一群通体飞蛆蛆 争獰可怖的截之重建 并且越生越多 转眼间就将其覆盖 萧逸面目扭曲 白清凌 你太卑鄙了 既然是最凶残的九凶士捕虫 我更是无赖地嘲笑 你方才那一件 我但凡感受到了一丝危险 这些小东西 便会提前出现 向你很实殆尽 放而言之 今日的游戏无论怎样 你都是书家 更是瞥了一眼尸体 你什么档次 跟我一样的修为 角落里的狙魂帆 再一次将萧逸的魂魄搅碎进步 明日就是种马男主萧辰 来送人头的日子 没有萧逸在背后捣乱 再把萧逸现状告诉萧辰 我邪恶的想到 这可真是太有趣了 此时另一边的萧辰 还在做着春梦 梦中更是魔头 白清凌倒台 其美艳徒弟落难 自己挺身而出 英雄救美 美艳的风里雪 高冷的淡台凌英 可爱的岑仙 更对自己以身相许 笑着醒来的种马男主萧辰 更是为实现梦中所梦 以示浑散之毒 以到极致为由 种马男主萧辰眸光若火 看向幽罗山下的天渊湖 从牙缝中挤出五个字 我想吃鱼了 美艳徒儿语言 贸然前来相会 主人 馨儿可以进来吗 听到岑仙儿传音的 我有些疑惑 按照剧情 他应该是在明日响午过来 萧辰则是在清晨提前赶到 坐下的我想到 难道是出了什么岔子 听见我传唤的岑仙儿走进大门 看着被改变的剧情 我故作淡然 说吧 找本尊何事 馨儿有些莫名的心慌 所以便来看看 低声细语的岑仙儿 一身睡袍被雨淋湿 显得更是楚楚可怜 七日之气已到 莫非你是害怕本尊被消沉暗算 还是认为 本尊已被拿木星兰重创成为了废人 面对质问岑仙儿 更是慌忙解释 随后更是雷声大作 听见外面响起的雷声 我明白了缘由 当年岑仙儿父女被杀 白青灵救走她的那一夜 雷雨也同今晚一样磨裂 雷雨天便是岑仙儿心中最大的恐惧 前世游戏中 能否成功攻略岑仙儿 也是在于 能否完美把握住雷雨天的剧情 此时红唇 清起的岑仙儿 图穷体现 仙儿想和主人摸摸打 岑仙儿秀脸微红 小手无嘴 表情羞涩 搭配着捂住裙摆扭捏的双腿 形象更是要多诱人 就有多诱人 我差点把持不住 但现在马上就是逆准人生 镇杀种马男主萧陈的大事件 压下内心的悸动 咬牙挥手一拍 放肆 一声爆喝从我口中传出 面前的岑仙儿 非但没有被震住 更是不知道在哪里来的勇气 一头扎入了我的怀抱当中 仙儿真的怕打雷 求主人收留一夜 就一夜 岑仙儿双目紧闭 真诚地祈求着 感受着怀中花季少女 特有的软玉温香 我心中不由一当 看着怀中的柔弱佳人 为了计划顺利进行不节外生枝 就在我咬牙 准备要强行将其赶出 然而再次传到封离之声 使岑仙儿彻底崩溃 结果就是 岑仙儿如愿留在了这里 而我的双目呆滞地躺在旁边 系统提示更是响起 恭喜速度 成功散播大爱 获得积分2500点 当前余额7500点 躺在床上 我想到美人在此 我却心若冰青 我果然有魔地之姿 我随后 更是被自己一个眼神啪啪打脸 只见自家的美艳徒儿 薄薄的卸衣贴身 地头湿漉漉的长发垂下 身材更是圆润饱满 使得我浑身燥热 更是在一声敬畏中 岑仙儿手脚并用 进一步对我实施侵犯 你在惹火上身 我用最后的理智喊道 看着计划得逞 岑仙儿更是演技高超 满脸委屈 心儿手脚凉得厉害 因而只是蹭一蹭 绝对不会再进一步的 再进一步 听到这句话 我猛然惊醒 岑仙儿来找我的时间提前了 是不是意味着 种马男主萧臣 一脸茫然 本尊有重要任务交给你 接下来务必按本尊计划行事 此刻忧罗电山井下 一抹身影一傻而逝 种马男主萧臣如期而至 今天就是你白青龄的死期 亦是我萧臣名利双收的你 从不弹琴的淡台灵鹰 竟然在弹琴 只因为 今天是魔头师尊即将生死之日 好友叶红仪更是调侃 以不去瞧一瞧那魔头的下场 奈何淡台灵鹰 竟然对视他为玩物的魔头师尊 感情深重 有些温诺 与世尊彻底远近之前 我容不得他人非议 叶红一连连道歉 随后祝福好友 待魔头陨落 你将天高海阔任两杯 哪想听到此话的淡台灵鹰 竟然御御宝欢 此时另一边种马男主萧臣 拿着淡台灵鹰 给他通行御服 一路执行 幽罗电手山弟子无意阻拦 更是想到 看来是天意 让我成此大功 过底十年长尽酸苦 今天就有名利双收的日 萧师兄 已经叛变前来执行任务的 藤仙教主萧臣 看着朝思暮想的美人出现 总马男主萧臣万分开心 更是想到 今日魔头死后 必能将其收入后宫脸上满是猥琐 随后更是铁部之耻 师兄可是想你想的茶饭不思 藤仙虽然心里厌恶 但为了师尊白清凌 还是强颜欢笑 萧师兄误本 馨儿近日都在暗中观察那魔头动物 若是被那魔头撞见萧师兄来找我 坏了大事可就不妙了 总马男主萧臣 更是自作多情害羞大笑 随后岑仙被总马男主萧臣一顿吹捕 馨儿想和师兄比翼双飞 奈何那魔头是馨儿心中的梦名 兴奋至极的总马男主萧臣 过住剑 直接挥剑摆了一个自认为很帅的造型 师兄今日就斩杀那魔头 为师妹扫除梦名 那就全一掌萧师兄了 岑仙儿满心欢喜地看着 已经彻底相信自己的总马男主萧臣 总马男主萧臣被吹捧得 开始幻想抱得美人归 更是开始没羞没臊的生活 走上人生巅峰 看着这一幕的岑仙儿 心中暗自冷笑 随后两人来到了魔头白清凌老巢的入口 总马男主萧臣跟着岑仙儿深入 虽然感觉有些奇怪 但又说不上来哪里不对 随后更是感觉有些心慌 师妹不能再往下走了 被第六感示警的总马男主萧臣回头道 听闻此言 岑仙儿更是拍着胸脯保证 魔头白清凌就在下方 更是摆出美人计色用 难道萧师兄临阵退缩 是不想和心儿比翼双飞 被美色冲昏头脑的萧臣 更是连连摆手 帮忙讨好地说道 师兄当然相信 顺利地来到了魔头白清凌的藏身之地 但在这一声巨响 身后的石门更是轰然落下 魔头白清凌更是悄然出现 萧师直 初次见面幸会 魔头白清凌身体状态 让总马男主萧臣属世失惊 为了让总马男主萧臣放松警惕 岑仙儿更是疑惑喊道 这魔头怎么没有中毒和冰死迹象 难道他没有中毒 随后总马男主萧臣 更是巧合发现 师妹莫慌 此魔头的右手 是崩优式滚散无法的症状 他已病入高峰 死到临头了 随后想到自己的便宜师尊 真是仅剩过头 现在魔头白清凌 就是在虚张声势 被伪装成魔头白清凌的萧义 更是在片刻清醒的时候 口齿不轻地提醒萧臣离开 旁边的岑仙儿 以魔头白清凌 在启动阵法为由 蛊惑种马男主萧臣动手 此时种马男主萧臣自信说道 我是不会让他得逞的 更是全力使出绝招阴魁见绝 随后伪装成魔头白清凌的萧义 更是说出不要 现在求饶完了 种马男主萧臣冷笑着 随后闪现至其身前 一种粮重 在他看来虚张声势的魔头白清凌 兴奋至极的种马男主萧臣开心大喊 我终于做到了 你去死吧 你的妥儿们 我会好好照顾他们的 随后 魔头白清凌的衣物 开始破碎露出了里面的真容 看着眼前一幕种马男主萧臣 更是心中一惊 不可置信的 看着面前显露出来的亲切的面膛 种马男主萧臣 更是肝胆欲裂痛苦的男男道 哥哥 怎么可能是你 穿越的我 果然有魔尊之姿 原作女主 不仅被我手到擒来 种马男主 更是被我玩弄于鼓掌之间 亲手斩杀自己的亲哥哥 种马男主萧臣 不可置信的看着 浑身更是害怕的颤抖的 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在这里 为什么以那魔头的形象示人 冰死的萧毅 断断续续的说道 都是那魔头的阴谋 就在萧毅还想往下说时 一道凝聚着极点的赤红光柱袭来 瞬间将萧毅的魂体击穿 种马男主萧臣 沉浸在悲伤当中 对这突如其来的异击 没有丝毫防备 当哥哥萧毅的魂体破碎 疑惑的回头看去 只见我逼得满脊的边左边调侃 重逢第一面 便使出杀招 你们还真凶有地功啊 本尊不忍看他那痛苦的样 便出手给了他的痛快 萧失直 你是不是该替他感谢我 是你是你都是你 愤怒的种马男主萧臣大喊着 此时也早已明白自己中了圈套 为什么 你连让他多说两句话的机会 都不如 果然是个蠢货 一旁的岑仙 一改方才的柔弱可人 信物圆瞪得到 猛逼的萧臣有点鼻逼 这一切都是主人今世骇俗的智慧 岑仙站在我身旁 得意地诉说着 如中为辟的萧臣 这才意识到了什么 看着自己心中一直爱慕的少女 竟羡慕地称呼一个魔头为主人 两人举止 竟然还如此的亲密 我更是火上浇油的 掰起岑仙的小脸 本尊的弟子 自然也是本尊的奴仆 馨儿 我萧臣这些年 对你万般讨好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 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万分炸裂 岑仙竟然主动 拿起魔尊白清零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某些巨物之上 这一刻 自识天命之子 天生骄傲的昆仑道宗 真传地 双膝跪地 内心彻底崩溃 为什么 馨儿 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在种马男主萧臣看来 岑仙儿这些年 在魔尊白清零这里 受尽了轻箭凌悟 背叛 从始至终 主人都以真心待悟 我自然也要誓死效忠他 为他付出一切 岑仙儿走到萧臣身前 那原本对我柔情似水的美眸 面对萧臣 陡然变得有些冷利 而你 萧臣 你蓄意挑拨 我们师姐妹谋害准人 我恨不得将你抽魂包皮 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不对 馨儿师妹绝对不会这样 自以为是的 种马男主萧臣 更是直接脑补各种可能 一定是这样的 魔头白清零 对其使用了人魁之法 恢复斗志的 种马男主萧臣大喊着 一厢情愿地 要杀死我解救岑仙儿 我看着面前 因为被权力催动 而出现幻影的 至强杀招 阴魁见绝 也是感叹 果真是一招先 施点天 是什么原因 让原作里的种马男主 如此癫狂 一来就对我 使用至强杀招 只因为原作女主 被我守到勤来 我更是替种马男主 做了她一直想做的事 主人小心 陈希儿焦急的声音响起 愿对种马男主 萧臣的愤怒一击 我却丝毫不慌 只因为我已修成金丹七最强 只见我屏息宁神眼中 魔灰闪现 魔童 一眼定真 电光火石之间就是此刻 瞅准时期的我一只手 突然探出 只听一声铿锵脆响 那厚重的剑压 随着剑光脸去一通消逝 在陈希儿恶然的注视下 自家师尊神色淡然 用两根手指 精准地钳住了剑尖 使之再也不能前进分毫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种马男主萧臣歇斯底里的大喊着 弱者总是无法面对 比他们强大的事物 我神色轻蔑地调侃着 手中宝剑 更是在我微微用力之下 当场折断 被反阵之力震飞的 种马男主萧臣 不可置信地看着 以坚硬闻名的道剑尤容 竟然被人用手指声声掰断 主人修为还在 看到这一幕的沉心 气出望外 主人他并没有被沐星兰 那恶女人燃尽修为 那个人人望而生畏的绝世魔尊 他回来了 助兴节目到此为止吧 我目光淡然地 瞥向呆若目击的萧臣 现在快使出 你的秘密杀气 十二品抚摸金莲吧 你怎么会知道这东西 听到这话的萧臣瞪大眼睛 浑身更是毛骨损然 难道这一切 都在这魔头的算计当中 事到如今 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就将手伸入白中 取出了大杀气十二品抚摸金莲 玄天八气为我所用 震杀一切邪杀 伴随着银唱声空的金莲 陡然变大 虚空之中道玉交织 九色神光乍现 顷刻间 一顶神圣万端的金莲领宝 虚立空中 我看到这一幕 反而松了口气 因为只要提前布置 并非无法化解 只见东西南北四个方位的 弹魔黑龙像 一起射出毁灭性的黑色洁光 刺到洁光交织 只是一瞬 就击中十二品抚摸金莲 被击中核心的金莲瞬间爆炸 看到这一幕的 种马男主萧辰 彻底傻眼 更是怒喊 沐星兰你这个图有虚名的贱人 我真是信了你的邪 还来刺杀这魔头 伴随着一声萧尸指 懊悔的种马男主萧辰 将思绪拉回 看着面前恐怖的魔尊白清灵 从未有过的强烈恐惧 在心头营绕 随着压迫感满及的 两人徐徐走来 此刻他有一种可怕的预感 自己这次 很怕要真的死在这里了 看着慌张 无比穷途陌路的 种马男主萧辰 终于等到这一刻了 此刻我只感觉 命运的枷锁抖然离去 只要捏死这只蚂蚁 我就能撑过 原作里的必死情节 白电竹且慢 就在万速聚集的一刻 一道冷地的女生响起 我穿越成悲催的绝世魔尊 原作里 不仅要被种马男主一箭斩首 三个美艳女徒 更是要沦为她的后宫 经过我的各种辛苦谋划 和出卖男色 终于要斩杀 种马男主逆天改命 但是意外却发生了 白电竹且慢 就在万速聚集的一刻 一道冷地的女生响起 是谁 岑希儿转头 看着不速之客 果然如我所料 最后关头必将出现波折 扭头的我看到一道身披 火红凤纹长裙的身影 徐徐走来 周身更是伴随着 寒冰撤补的阴煞之力 面前的女子 正是萧辰在苍明宗的师尊 秀面圣姑花月容 看着前世剧情 未曾出现过的一幕 但我还是通过这具身体 一眼认出了来人 花月容也是白清凌 在邪要师门下时 唯一心爱的小师妹 伴随着莫名的心痛 我却想不起 与小师妹旧事相处的记忆 剧情里的道具 也只有一件 一束永不凋零的幽堂花 被花月容刻满了恋她 恨她 至死不渝 原来是秀面圣姑亲自驾到 本尊雪除荡针 红地生辉 我面色淡然地说道 白殿主 我徒儿萧辰 似乎多有冒犯 不知道白殿主 这是打算如何处置她 说爸瞟了一眼 跪倒在地的萧辰 虽然大逆不道 对我魔道而言 不算大事 但本尊对待敌人的方式 圣姑一向知道 伴随着我画风一转 语气更是冰了 人可以带走 但必须是死的 听白殿主语气 看来是没有伤了 深知白清凌作风的花月容 淡然道 种马男主萧辰眼 看自己小命不保 起身焦急大喊 她已游进灯窟 如今不过是在装腔作势 师尊鸡不可施 施不再来啊 霸一当落一道灵力的攻击 骤然而至 伴随着一声大叫 一层鲜血吞扫而出 种马男主萧辰 一只手臂应声而断 不可置信地 看着向自己走来的师尊 花月容闭眼看不出喜怒地说道 既然难逃一死 不如死在本座剑下 也算是 对你违抗失命的惩罚 意识模糊的萧辰 因为大量出血假死过去 花店主 我主人做事 可须你多此一举 心有不满的岑仙大声呵斥 听见主人二子 花月容微微一正本能道 你换他什么 随后反应过来怒声呵斥 放肆这里 岂有你这小辈插嘴的份 本座认识你家师尊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 此刻两位美人相互对质 亦五妹成熟松于恶娜 亦青春靓丽又太可爱 形成极其鲜明的对比 但是我心思却不在这上 只因为刚刚那一件 根本没有杀死种马男主萧辰 我穿越成忘恶的绝世魔尊 原作里的种马男主 不仅要被我赶尽杀绝 就连青春靓丽的可爱女主 也要被我攻略成为玩物 我看着被其师尊击杀假死的 种马男主萧辰 接下来肯定会以收尸之名救他一命 如今我已发现 自会不让小师妹如意 突如其来的凶痛 让我措手不及 这句身体似乎在提示 不要揭穿小师妹的诡计 原作里花月容相关信息 扑朔迷离 难道是我触发了 花月容的隐藏线 不再理会岑仙的花月容说道 本作想要后趟萧辰 希望白殿主不要为难 考虑到攻略花月容的收益 可能比杀死萧辰还要大 我故作刁难 只要答应本尊一个承诺 也未尝不可 真是本性难移啊 说吧什么承诺 一个月后便是宗主选举大会 届时本尊自会告知圣姑 本作只能尽量履行 希望白殿主不要提出 不切实际的要求 说吧便提起 种满男主萧辰的尸体 留下一句告词 便高高跃起扬长而去 我突然心血来朝大喊一声 师妹 看着停住的身影 我追一倒 那九一山下 永不凋零的幽谈花 师兄这一生都不会忘记 这声音如同记忆中 那般温暖雌性 仿佛穿越了时光 再次拨动了他的心弦 恭喜素质 成功散播大爱 获得积分一千点 当前余额八千五百点 听着耳边传来的提示音 我想到 虽然放走肖成很危险 但未尝不可 为了他冒险一事 你可千万别叫我失望呀 师妹 自此穿越而来的 必死杀局已然度过 我开始与岑希儿享受人生 心思单纯的岑希儿 还在开心地感谢主人奖励 系统的提示音 突然在我耳边响起 恭喜素质成功散播大爱 获得积分一千五百点 当前余额一万点 我发现接下来的系统提示 更让我震惊 岑希儿好感度 已达到罚职 宿主可以开始信任测试 我看着 只要向岑希儿坦白 岑希儿当年被屠戮的真相 就可以获得岑希儿永久的忠诚 猛逼的 我有点猛逼 当年岑希儿真相有点复杂 但为了一个美艳 而又忠诚的女徒 何乐而不为之 想吧 我起身拍了拍岑希儿 这次的奖励结束了 你随本孙过来 原作里魔尊白清凌 围惑天下杀人无数 岑希儿更是其中之一 但是在白清凌死后 因为一柄剑的出现 让那段情节 成为种马男主萧成 攻略岑希儿的踏板 也就是说 哪怕没有系统的提示 这也是我日后 必须面对的剧情 随着大门被我愿意打开 岑希儿也认出了 这是哪里 心中更是疑惑 这不是主人 收集藏品的绝密之地 平日任何人都不准进入 不待岑希儿多想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笔剑前 星儿 你可认得此物 天哪 这不是慕容大叔的道剑 岑希儿一眼便认出了此物 震惊地捂着嘴 不错 此物正是你家乡 曾家村护道人 慕容铁之物 因为女主青春 亮丽美艳可爱 系统给我下达了 无耻的任务 竟然是永久获得她的忠诚 这对当年 屠鲁齐全村的我来说 有些困难 原来来到密室的岑希儿 一眼便认出了此物 震惊地捂着嘴 不错 此物正是你家乡 曾家村护道人 慕容铁之物 星儿你应当知道 这柄剑出现在本尊手中 意味着什么 随后我直接抛出王炸 其实当年慕容铁是我杀的 随后曾家村上下五百余口 也全部被我杀害 还动用全村人的生魂 将其道间炼成魂剑 这就是曾家村惨案最后的真相 曾希儿郊区一阵 眼眶通红 满脸的不可置信 我看着曾希儿的反应 知道终究是我错付了 虽然我可以解释原由 但魔道意图向来不讲原由 只看结果 看来曾希儿的忠诚 终究要失之交臂了 星儿知道了 颤抖的话语 从曾希儿口中传出 但是随后一幕 更是震惊我的三观 原来他们早就浑融一体 永不分开了 早就幸福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 曾希儿痴迷地抚摸着常见 脸上不但没有半分悲伤 竟然只有着开心的欣慰 看到这与我预测相反的一幕 猛逼的我 属实有点武逼 回过神的曾希儿 防缓吐露心声 其实当年自己 早已偷偷调查过曾家村惨案 主人当年下山行走 其实是为了救助难民 真正为货人间制造惨案的另有其人 那就是 邪吉宗大长老弟千举 其为了 祭练静静法宝 放出地脉诗气 把人变得非妖非鬼 不入轮回 步道人慕容大叔 深感无奈 主动向主人献上命单与道歉 祈求主人 让大家摆脱煞气折磨 以纯净的生魂形态团聚 说到此处的岑心 更是激动地跪下 面对要是无一 又与己无关的施煞 主人竟愿意出手挽救大家 无非炼成邪气 随后主人不但不追究 心而擅自探查之事 还主动将真相告知 主人才是这世上 真正的大爱之事 此时我才从 大脑蹦机中反应过来 虽然说的八九不离十 但你这态度是怎么回事 怎么比我这个魔道至尊 还要入魔 还要病态 此时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宿主 岑心儿已通过信任测试 宿主将永远拥有岑心儿的忠诚 此时的我有点猛逼 自己明明是个魔道至尊 做了正道不齿的事 还要被这般纯洁的少女模办 我真是在变态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了 我穿越成魔道巨拨 却还要靠女人 活得一线生机 随后更是出卖男色 将自家美艳托儿策反 将宿命之敌 种满男主重创 如今 岑心儿已被我用大爱感化 第一波杀截 已算是度过 至于我那师妹花月容 也是关键的一环 倒是师妹这条线 到底该怎么利用 需要从长记忆 回想起方才那道 风雨妩媚的红衣倩影 都会有一种永恃无碍 满目破败之感 但过往的点点滴滴 却一点也想不起来 脑海里浮现的 只有那一束 永不凋零的幽谈花 当年作为人的白青龄 在试试那一晚就死掉了 活下来的是一个冷酷无情 为了长生大业 万物皆可杀的痴人魔羞 回溯为数不多的记忆 这样的人 则会在屠露了 宗门上下杀红眼之后 如独放了小师妹一命 只记得换作罗儿的她 也如今日这般落泪 然后扔下了那树枯萎的幽谈花 所以 我跟花月容在年少时期 一定有一段故事 似乎被白青龄 视作情感软肋封存了起来 机智的我 带入白青龄的视角 轻松地看破了前因后 随后想起系统商城 已经攒了一万积分 迫不及待地打开了抽奖界面 直接选中开启国金宝箱 开启成功 剩余积分零点 请从以下三件秘宝挑选一件 第一件是回梦玉仙床 生活系灵宝地阶极品 双修时可永久提升肉身耐力 第二件是如意迷魂伞 七品宝丹 又明我爱一条柴 对女性敌人使用有神像 第三件是三师退命禅 七品鼓虫 施术后可经禅脱销距离 和鼓术修为相关 我沉思地看着面前的奖励 首先淘汰的便是七品鼓虫 三师退命禅 只因为九品退命鼓 我都有十三种 其次淘汰的便是如意迷魂伞 说白了 此物就是迷药无用之极 之所以留下第一件宝物 归根结底 还是自身实力最重要 随后我脑海中 自动浮现出一个温馨的场景 一张华丽宽敞的阮玉仙床上 周身更是躺着各剧风韵的 眉页爱徒和小师妹 想到此处我真是爱了爱了 打着肉身耐力变强 也是变强的谎子 我不再犹豫 果断将回梦玉仙床 收入储无空间 为了实现刚才的伟大理想 对于下一步的谋划 已有对策 是时候可对我借心深重的 二弟子谭台灵音过过招了 另一边被花月容 救走的种马男主萧臣 经过治疗 也保住了小命 随着伤势的恢复 还想让花月容为其报仇 哼 你这废物 也敢行刺白清零 你若再敢擅自行动 本尊自当清零门户 说吧还下手 对其施以惩罚 碰到全身发抖的种马男主萧臣 咬紧牙关连连称事 一个月后 便是宗主选举大会 这段时间容不得你无来 师尊 您终于决定 要去力争一番了吗 天呐 这可太妙了 种马男主萧臣越说越兴奋 你小子脑筋倒是转得快 但本尊踏这趟浑水 是为了那沿摩塔密池 宗门禁地沿摩塔密池 要那何用 疑惑的种马男主萧臣 一脸猛逼 花月容望向南边幽罗山的上空 眸光近视有几分神伤 从前有个十恶不赦之人 他在沿摩塔内点埋了一些东西 本作要将他找出来 看看他内心深处装着的 到底是什么勾当 我穿越成邪恶的魔道至尊 却要被自家高冷女徒 联合种马男主 暗中谋划斩首 幸亏穿越而来的我 熟知剧情 挫败以种马男主为首的阴谋诡计 另一边苍鸣宗总谈 飞跃堂后山 荒丘之上 一名眉目如画的白衣少女 面朝南方神色怅然 在少女身后的叶红衣 由衷地为闺蜜开心 那魔头如今定不服输 照我说啊 咱们应该放鞭炮庆祝才是 红衣 我最后强调一遍 澹台灵音语气悠冷地打断告 世尊如今定已身死 罪业一消 我不容许任何人再诋毁他 感受到闺蜜语气中的怒意 叶红衣有些尴尬 好了好了 我的意思是你语气在这里为他平掉 不如跟新儿一起为他立个坟 他不会想见我 澹台灵音语气酸涩 无论是生前还是生后 我在他心中都无足轻重 就在叶红衣小安慰之时 一道声音响起 二师姐原来你在这里 我有好消息 要告诉你 对于好消息 有些误解的澹台灵音 暗自伤神 叶红衣 则询问那魔头尸身现在如何 答非所问的 陈希儿窃窃窃 二师姐 世尊他说他想你 听到这意料之外的消息 澹台灵音与叶红衣眉眸瞪大 身形俱正 机率崩厥 随后陈希儿跪倒在两人跟前 二师姐 希儿该说的都说了 世尊是新儿心中不可亵渎的神 新儿宁可自杀 也绝不会去伤害他 看着少女执迷不悟的模样 只感觉脑壳胀胀痛的 澹台灵音想到 他竟然没死 还完美地应对了消沉的手段 多年的隐远谋划 最终却功亏一篑 澹台灵音柔弱无骨的郊区 剧烈晃动 似乎快要晕厥 所幸 有一旁的叶红衣搀扶 才不至于跌倒 罪魁祸首的澹希儿还在疑惑 二师姐 你这是怎么了 澹台灵音看向懵懂的澹希儿 尽量让语气如往常待般温柔平静 星儿 师尊可是知道 我是此次行刺事件的幕后主使 要我去赴死谢罪 澹希儿焦急解释道 师尊只是让我请二师姐回幽罗殿 一起用个扇 还说要让二师姐尝尝她的厨艺 没想到澹希儿的话语 再次出乎了两人的意料 猛逼的两人更是有点猛逼 仿佛听错了一半 好友叶红衣更是劝阻不能赴约 决定探究真相的澹台灵音 决定深入谷决 随后两人来到修炼福地 换仙池门前 好想和师姐一样 能和师尊独处一世 澹希儿一双眸子 不闪不闪的满是羡慕 没有退路的澹台灵音 抱着破釜沉舟之心打开大门 澹台灵音定睛看去 一名身材高大的黑袍男子 端坐在一桌丰盛的晚宴旁边 一脸沉浸地凝视着他 面对恐怖而又熟悉的压迫感 使得澹台灵音不自觉的跪躲在地 总谈左部把澹台灵音 拜见白殿主 灵音 你真让我一失寒心啊 澹台灵音心中一阵 不知如何接口 看着面前的澹台灵音 为了下一步计划的顺利实施 我决定精准拿捏 本尊知道 你有事求我 但你并不需要本尊的帮助 甚至都不愿意唤我一声师尊 在莫名的情绪下 澹台灵音轻轻唤了一声 师尊 看着实际已到我直接不穷比线 被澹台灵音说道 是时候展示你的孝心了 随为师母浴袍 身穿玉袍的美艳女徒她来了 只因为我说了一句 是时候展现你的孝心 随为师母浴 身后一道柔弱平和的女生传来 师尊 此时在我身后 二弟子澹台灵音 脸颊飞红 身着白色薄纱御衣 御衣下摆 那双血白修长的眉腿 并拢而立 竟显少女之修态 按照惯例来到此地 是要测量身体 尽管内心已厌恶至极 但却不敢有丝毫违抗 突然一只苍白强壮的手臂 探了过来 一把握住她的脚裸 心中暗道不好 这魔头不会是想对我 不带弹台灵音多小 就被我拉入怀中 怎么连师尊也冒 看着搭在肩头的两个手掌 弹台灵音 更是生出不妙之弹 这魔头一直想把我打造成人口 只是时机未跑 以往都用法器测量 今天总会触碰我的肉身 煞时醒悟的弹台灵音 闭眼认命 原来我一直是他的近乱 只待我年华长成 终于要来索取我了吗 随后一个温柔低沉的声音 在耳边响起 灵音师尊给你看个宝贝 我掌心发力 将其双肩向下一按 美目瞪原故名 所以的弹台灵音 被一股距离压迫 没入尺体 也就是这一刻 看到了让她震惊的阴幕 只见离她不远的角落里 站立着一名长发披肩 身形窑草的赤裸少女 定睛看去 竟和自己一模一样 师尊此女是谁 怎会和我生的一模一样 当年本尊 将你从魔窟中救出 多亏了何欢宗宗主姬太妹 姬宗主愿意与我联手救你 更多还是为了利益 只因为你身负差女灵随体 这正是姬太妹 梦寐以求的卢顶 听到卢顶二字 弹台灵音那双血白长腿 并拢得更加紧密 并且身子 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 先天以目傀儡 它是你的复制品 作为卢顶的替代补偿给姬太妹 原作真相 其实是白清灵想用弹台灵音 都是为了尽快打造这副傀儡 送给姬太妹 看着改变的弹台灵音 我目露联系 委屈你了灵音 只有这么做 才能保下你 别不违背本尊诺言 愧疚的弹台灵音 眼眶失红朱唇微起 想说些什么 却终究没能说出口 这一定是骗局 它自问自己和小师妹不一样 有着极强的思辨能力 但面对眼前一幕 我体内的腕椅是心骨 和尸碱腹部的邪纹 又做何解释 上一秒 我和美艳徒儿在水中 还毕恭毕敬 下一秒 一道黑色魔影就袭了上来 来不及躲闪的弹台灵音 被我粗壮的手臂控制住 眼中满是震惊领不紧 紧接着 一只魔掌不安分地 在其身上游走 一路从颈部向下延伸 直至某些神秘之处 被随意拿捏的弹台灵音大喊 师尊不要 我是您徒儿呀 看着面前邪恶的面秘 你要是做了这种事 灵音定会记恨你一事 但没想到那双大手 并没有侵犯自己 反而像是 在给自己做着按摩推拿 弹台灵音 只感觉浑身苏软心旷神移 这一刻 受宗门无数才俊仰慕的女神护法 脸颊潮红 朱唇大张 呈现一种病态的陶醉享受 随后耗尽全身力气的弹台灵音 趴在池边喘息 我在其身后温声解释 你的万一是心骨 你通过毒血形式排出 不对 其实是万一手心骨 此骨有护体手心之效 如果有萧小规予你的体质 则会以无害的疼痛提醒你远离 若你真被侵犯 还会释放法力神通过你周全 没想到你觉得那萧辰来往胜利 完全不理解 为师良苦用心 还以为为师要害你 属实叫人心寒 真是女大不中流啊 从此以后你可以如愿彻底脱离为师 现在你可以没有顾忌地离开了 柔和的声音在其面前传来 我话音刚落 彻底明白真相的弹台灵音 已泪如全运气不成声 此时我嘴角微微上扬 此次计划 简直不要太完美 恭喜宿主 成功散播大爱 获得积分5000点 当前余额5000点 通过实践神级按摩术 你提升至上限99级 二师姐 你要回去了 岑希儿追赶着出来后 就沉默不语的弹台灵音 师尊给你拿了两个摩罗果 说你小时候最惜此物了 师尊还说 不管宗主选举大会 你是何立场 师尊都与你存在 弹台灵音看着手中的摩罗果 心中五味杂陈 单纯的岑希儿还在疑护 真是奇怪 明明二师姐和师尊独处半日 为什么最后 还要我给你传这些话 弹台灵音痴痴地 看着手中的摩罗果 回想起小时候 师尊对自己是 那么和蔼可亲 是他给了小时候 自己家的温暖 想得这一幕的 弹台灵音当场赶话 这一切一直以来 都是灵音的错 请再给灵音一些时间 灵音定会回到您身边 如希儿那般适合您左右 此时 一道系统提示声 也在我耳边响起 恭喜宿主 成功散播大爱 获得积分2000点 当前余额7000点 自幼缺少父母关爱 性格刚毅的假小的叶红衣 此时不仅脸颊潮红地 躺在床上 浑身更是滚烫酥软 白清灵 本堂主虽不曾见过你 但你如此欺负灵音姐姐 定然又老又丑 为所至极 我叶红衣与淡台灵音 虽无血脉之源 但却有姐妹之情 我们结下净花之印 灵魂能够随时随地 与对方感同身受 灵音刚去见着魔头 我的身体就变得如此奇怪 你在哪 外面传来的苍老声音 彻底让他清醒了过来 叶红衣穿上衣物调整好状态 打开房门一看 果然是最疼爱他的爷爷 苍明老祖叶太渊 下一秒却美目呆滞 说不出话来 只见这位昔日 叱咤魔道的苍明老祖 双眸暗淡了 面容扑搞身上的气息 破败而颓迷 整个人如风中残叶 仿佛下一秒便要消逝 叶太渊伸手抚摸叶红衣眼中 满是关爱 红衣你听好了 爷爷大献将至 从今往后 不能再护着你了 大献将至 叶红衣细细咀嚼着这四个字 不待叶红衣反应过来 更是说出了此行目的 小红衣做好准备了吗 做上宗主之位的准备 抿了名嘴的叶红衣 迅速调整状态 虽然心如刀脚 但还是弯腰拱手忍住眼泪 红衣聆听爷爷教诲 此番爷爷召开宗主选举大会 而非利用拳柄 直接传位于你 只因你在宗门内 根基浅薄 又是女儿之身 若直接传位于你宗内其他势力 并不会心服口服 只有你自己去争取 宗内重要势力的支持 才能振服整个苍明宗 爷爷问你 四大店主 哪位最容易拉拢 叶红衣思索一秒脱口而出 自然是修罗店店主 任千番 他乃是红衣的亲舅舅 定然会出手相助 非也 叶太渊闭目摇了摇头 渊店主性格懦弱少爵 见小利儿妄逸 但大事而牺牲 个人实力 也在四大店主之中垫底 更何况宗门内人尽皆知 你这位舅舅 但凡大事都听夫人做主 自己没有半点主见 叶红衣自知 祖父说的乃是实情轻叹一声 那罗刹店的蒙古道人 爷爷以为如何 单论是 他所在的罗刹店最强 每年更是为总坛上动的零食 超出其余三店的总和 总坛长老们甚是喜欢 随后叶太渊眯起眼睛 那么你告诉爷爷爷 他蒙古道人 如此积极地为宗门做事 孝敬长老徒的是什么 闻言叶红衣身躯一阵 煞时回过神来 此人野心十足 他必不会服 快看快看 呆蒙女徒不再满足于师徒之情 既然想做师尊的专属心谋 原来就在刚刚苍明宗老祖 指点孙女叶红衣 到底谁才能成为其麾下助力 叶红衣经过慎政思考 既然如此 那么便只剩下英葵殿那位神秘圣姑了 其修为已入化神中期 实力深不可测 不行 此人帮不了你 没想到叶太渊却是摇头否定 这位花店主 当年加入苍明宗另有所图 你把握不住 四位店主三位皆不可为我所用 叶红衣微微一叹 神色失落 心中更是有不好预感 难道爷爷的意思是 叶太渊一脸慈爱似笑非笑地出言打断 按照你父亲的遗愿 你应当与幽罗店店主白清凌结成道理 夫妻携手共状本宗 什么 叶红衣文言如中雷劈 倒退几步 险些跌倒在地 不可能 红衣绝对不会嫁给她 此时另一边幽罗店 岑希儿正在向白清凌汇报 兴儿今日宋灵英师姐返回总坛时 看到不寻常的一幕 看到什么了 白清凌坐在宝座上有些疑惑 兴儿看到冬裕诸多磨道散修 朝罗刹店飞去 说到此处 岑希儿神色忧虑 而且声势浩大 人数有数千之多 不仅如此 一向低调的英葵店 给他召方外宗附庸势首领 说完的岑希儿亦是惶恐不安 想到主人历来不喜涉足宗门事务 此刻苍明东即将变天 他会做何打算 文言的白清凌眼神蔑视 无所谓 我会出手 那声音带着三分高傲 三分霸道 四分漫不惊心 在宝座上 神色更是胜券在握 主人他好生霸气 小迷妹岑希儿美眸闪闪 仿佛倒映着星光爱星 脸颊一时迅速爬满红月 此时我想到 岑希儿已对我绝对忠诚 这种有损星儿人格的主仆游戏 到此为止吧 星儿 从今往后你我恢复 正常的师徒关系 无论什么场合 你都唤我一生师尊 文言的岑希儿 邓大美眸 一脸恶然之色 奴仆身份可是希儿的专属特色 主人不爱希儿了 要嫌弃疏远远了 本尊没有否定你的身份 白清凌满脸无奈摆了摆手 只是这种身份关系 应当有所发展变化 岑希儿有些误解的反问 总之 希儿还是主人忠实的奴仆 对不对 主人只是想换个称呼 希儿的名字有个星字 又是主人的奴仆 不如就换作 星奴吧 少女一双大眼泛着爱心 从今往后 星儿便是为主人解决一切 需要的星奴 真武剑宗禁地 飞水山镇魔塔 身材高挑傲然的风鲤血 右手持一柄 染满鲜血的长剑 左手环抱着一个 漆黑古朴的宝箱 缓缓前行 最终来到墙角处 三名瑟瑟发抖的白须老者面前 原来你才是魔道内奸 就不该轻信你 放你入塔 你家世尊仓松剑圣 可真是瞎了眼 三名老者全坐在一起 破口大骂 认不清形式的一位执士 更是开口挑衅 魔女你不讲武德 解除老夫体内的补毒 老夫只用一根手指 就能取你狗命 但凡你胜了 老夫什么都告诉你 风鲤血不吃一笑 居高临下地看着三人 三位执士当真是白活这把岁数 竟还妄想和魔道中人公平抵斗 不然为首的执士 疯狂作死叫嚣 魔女有胆就杀了我 我们三人乃是资历最老的禁地执士 就连长教 不带老者把话说完 还到锐利的寒光闪过 只见其人头脱体而飞滚落一旁 魔女 当真是歹毒的魔女啊 其余两位执士看着滚落的人头 大声哀嚎 一脸恐惧之色 本小姐从来没听过 这么过分的要求 风鲤血冷笑一声 将怀中的古朴宝箱放在地面 她以得偿所愿 这存放苍鸣盛弃千几盒的钥匙 两位还不肯交出来吗 被吓破胆的矮胖直视 颤颤巍巍巍地抬起了右手 给你钥匙 只求你 你能饶我们一命 早这样不就好了吗 风鲤血接过钥匙 骄咽欲滴的红唇 巍巍勒勾勒出一抹弧度 宛如致命而迷人的美女蛇 下一刻 又是一道剑光暴掠而过 只见风鲤血高举宝剑 那矮胖直视 竟被剑气穿心当场暴毙 最后一名 直视新知自己必死 便开口诅咒 魔女 你不守承诺 天打雷劈 不得好 那个死字还未脱口而出 便被一剑削手 这也更是非剑 你们当本小姐是谁 我可是清零魔盾的 清传大弟弟 就在此时 腹部突然传来一阵 钻心剧痛 我的肚子 紧接着风鲤血 浑身变得灼热难耐 脸颊飞红的同时 身子也不可控制地颤抖的 难道那魔头又激活了邪文 风鲤血急忙查看 只见光洁平坦线条 完美的腹部上 那宛如花瓣形状的邪文 色彩暗淡并未激活 难道自己中毒了 不管了 先把那魔头要的东西 送回幽罗殿 下一秒 宝箱的上盖自动弹开 阴森鬼魅 射人心魄的紫色魔灰 喷洒而出 风里血看着里面 魔头需要的宝物 在确定二师妹除掉他之前 我没有别的选择 快看快看 魔尊师妹花月容 梦见师兄白清凌猛然清醒 随后听闻师兄老牛吃嫩草 大庭广众之下 突破道德伦理 牵手美艳女徒 吃素的师妹花月容 内心燃起莫名目 此时已有对策的花月容 更是准备直击现场 就在几个时辰之前 苍明宗总坛 血丹弓 手拿九品天心草 来换取奖励的 种马男主萧臣 一脸猛逼 佛太尚 不要我这九品天心草 为什么 我这草宝真啊 哪料白胡子长老直言 佛太尚悬赏是真 你手中的草药也是真 不过有人已经抢先你一步 活动已经过期 怎么会如此 佛太尚的悬赏 才发布十日啊 种马男主萧臣 一张俊脸 直接仗成猪干涩 满脸顿顿 是谁比我还先寻得此物 请长老告知 告诉你也无妨 幽罗殿青传三弟子曾心 悬赏第五日 便送来此物 至于他讨要了什么奖励 就不得而知了 听到这里 种马男主萧臣 只觉得怒从兴起 双眸圆斗 这是他的意思 还是那魔头直使 回想起自己 心心念念的女孩 背叛自己 种马男主萧臣 越想越憋屈 狗男女 来日我必千刀万寡之 种马男主萧臣 口中喊着 可恶愤然离去 长老见状 哈哈大笑 这就急了 年轻人 你的道心 还是不够磨啊 妈的 这可如何是好 就在种马男主萧臣 苦思之际 一句声音 却隐隐传来 托儿 萧臣驼 为是熬夜炼制的天心草 可交给那驼清风了 苍老的声音 从种马男主萧臣面前 头顶巴巴的巨石传来 玉须子失尊 看着这让人震惊的一幕 种马男主萧臣想到 元神出窍 就不能找个干净点的地方 怎么还在你手里 难道被人结族仙灯了 为师早就让你第一时间送出去 你都在磨蹭什么 玉须子表情阴冷 更是怒骂了一句 真是烂泥扶不上墙 听到这声尖锐的责骂 种马男主萧臣脸上的公围 逐渐脸去 取而代之的是 无尽的奋斗 够了 伴随着暴河 十年的憋屈 在这一刻轰然爆发 为了你的颠覆魔门大忌 说好让我卧底三年 如今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多快十年了 臭老头 文言心中有愧的玉须子 声音温和了很多 萧臣 护卫苍生除魔味道 是我昆仑道宗的责任 你也不想十年 卧底完全白费吧 为师昨夜灵奇 算金苦卦 背见了一个大瓜大命 苍明老祖叶太渊 隐于七日前作画 不可能 种马男主萧臣文言 一口口诀 更是将自己所见所闻到来 那叶太祖前日 还去了黑月堂 在孙女叶红衣 和其他叶家人前露了面 随后玉须子解释 当天现身的 乃其阴神而非肉身 今天已是那叶太渊 残魂的最后存活期限 以复尔过来 为师将苍明宗 圣奇的秘密告诉你 你还有最后的机会 去谋取幸运 不叶红衣上位 把他变成脸回来 看着面前的香气 四亿个巴巴 种马男主心中五味杂陈 对着这又臭又硬的东西富尔 光是靠近 就熏得直翻白眼 此时另一边因鬼殿 殿主居所 穿着清凉身材傲然的花月容 正在休息 但口中却喃喃自语 巨物之上更是大汗淋漓 只因为其又陷入往日噩梦 荣儿的身体 怎么变得鼓鼓囊囊的了 要变成猪了 变成大肥猪了 因为自己身体发育过快 导致身上 盗袍显得几步合身 被众师兄嘲笑 就在孤立无援的自己 羞愤难耐 遭受偏见之时 一件宽大的道袍 从身后劈了上来 大 大师兄 看着宛如天神般温柔的大师兄 自己意识 深受感动方心暗许 此袍即可遮掩身段 亦可阻挡无知流言 看着面前的大师兄花月容 目露崇拜心跳加速 画面突然一转 大师兄不要 花月容震惊大喊 师尊他怎么会害我们 其中一定有误会 我最仰慕的大师兄 为何要突入无辜师兄弟 你为什么会变成 这冷漠无情的模样 看着那没有丝毫感情的冷漠眼神 花月容风雨卓越的身影 猛然做起 只见他那圆润五昧的 鹅蛋脸上甚至汗珠 丰满傲人的胸围 亦是挣脱了一斤的束缚 该死又梦到那魔头了 花月容心中暗自道理一句 紧接着一道声音响起 禀报圣姑 阴鬼殿附庸已全部到齐 此刻正在主殿大厅等 另一边罗刹殿蒙古道人 属实生猛 集结了近两千魔修 皆持有土宝法器 老祖尚再就坐不住了 花月容冷灭一笑 随后又想起了什么 对了 那幽罗殿可有什么动静 回禀圣姑那幽罗殿 一如往常 看不出任何一顿 唯一值得关注的是 白殿主从血竹中出关了 白清灵出关了 他去了哪里 花月容有些好奇 据探子来报 那白殿主 一路牵着小托曾仙的手 说说笑笑如油圆踏春 请圣姑恕罪 我等并未察觉 白殿主有何具体目的 不知为何 花月容心中 陡然升起莫名目 哼 一把年纪了 还不知简点 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牵着徒儿的手 四处闲逛 这出乎意料的话语 让猛逼的老顾 此时属实有点猛逼 此时吃醋的 花月容语气愤然 哪里还有一点 伯尊的样子 白清灵 你真该死啊 炸了炸了 美艳女徒岑仙 刚刚被我说为 专属心奴 就迫不及待地 在我身前跪稿 只为代把最好的一面 展现给我 但我却心事重重 心思不在上面 主人 随着岑仙儿的呼唤 我回过神来 面对岑仙儿一步的目光 我故作淡然 这几日 本尊敬纵容 已在我足下入睡 这种事情没有下次了 更何况还是这种时期 岑仙儿有些疑惑地 思索着最后一句话 难道主人 是在繁忧宗主 选举大会的事 见岑仙儿第六感 如此敏锐 为了维持老谋深算的人设 我面无表情地淡淡道 或许吧 哦耶 兴儿猜中了主人的心思了 极度兴奋的岑仙儿 在我怀中开心地手舞足蹈 面对如此诱惑 我忍不住轻轻地抚摸了 那血白修长 又带有肉感的小腿 就在我要进行下一步的时候 由于您的神级按摩术已满集 本次实践无法获得经验值 被系统打断 本就心虚地我气得咬牙切齿 狗系统 我这是在为徒弟健康夺享 哎 神 什么大宝贝 小虫上脑的我更是想到 不会是想给我看一些 原作都过不了什么的东西吧 血丹宫太上长老 驼轻松的令牌 说罢便从巨物当中拨了出来 苍鸣宗十大太上长老 他的令牌 怎么会在你手里 看着这令人反差的一幕 我有些疑惑 国长老在悬赏一株九品天心草 刚好心儿会练 便从魔草园收集原材练制成功 前些十日 交到国长老手中换得此物 心儿只在主人面前傻 因为心儿 想做主人的小傻瓜 听着岑鸣的土味情话 但我却看着手中的令牌想到 原作里这令牌 是萧尘用其师尊玉须子的资源换来的 然后在攻略叶红衣的线路里 为他争取到一位有力支持者 没想到 心儿竟然结了萧尘的胡 真是天助我也 这难道是 获得了心儿绝对忠诚的附赠 你这次做得不错 这是给你的奖励 说吧 我紧紧抱住岑鸣 身体之间紧密接触的同时 我更是轻轻咬住其敏感部位 主人 主人 岑鸣无意识地大喊着 在这一刻 不管是精神上还是肉体上 都愉悦到了极点 恭喜宿主 成功散播大爱 获得积分三千点 当前余额一万点 随后我将岑鸣放在宝座上 走吧 随本尊出关镇压一切 伴随着魔尊霸气极傲的声音 摊坐在宝座上的岑鸣 更是为之着迷 吴卑前方绝无敌手 话语落下金色的成灰洒落进来 映照出绝世魔尊的无敌之势 种马男主按照剧情前来获取机缘 不仅被挡在门外 更是被一个大逼抖山飞 原来就在几个时辰之前 苍鸣宗总坛 千雪山脉 魔尊白清凌 牵着岑鸣来到此处 走在路上的白清凌 冷不丁打着身体 看着正在擦鼻子的师尊 岑鸣满脸关心 主人怎么了 白清凌心中暗倒 怕不是有人在暗处画的圈圈诅咒我 到底会是谁 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 浮现出花月容的脸庞 岑鸣用纤细白嫩的手臂 将白清凌紧搂住 巨物更是紧贴其身 主人 这样会好点吗 二师姐说过 鸣的身体到了冬天 便会如火炉一般发热 要不主人可以试着进入鸣的 说到这岑鸣 不知联想到什么脸颊 煞时变了火红 是你的体质 使然能气和阴寒煞气 和体温冷暖是两回事 没有听清少女后面那句话的白清凌 自顾自地解释道 还伸手鼓墨气搏狗 引得岑仙大喊好兵 主人此番来访总谈 为何要到这光无人烟的后山来 因为机缘 说完白清凌嘴角上扬 暗暗想道 按照原作剧情 我不来 这就便宜消沉了 既然要追求劫胡的刺激 那就贯彻到底 白清凌看着远方的 山巅难难道 让机缘飞一会儿 兴许马上就要落地了 此时远方山巅之上 一名老准 周身遍布森然契机 来者可是白清凌白殿主 苍明老祖叶太渊 淡然地看着两人 老祖幸会 幽罗殿岑仙 拜见老祖 白清凌师徒 纷纷行礼问候 欲鬼灵体 闻然天成无相无垢 叶太渊看着岑仙满是赞叹 白殿主浮缘不浅 这块疾病耗材 打算什么时候开载 文言的我一时无语 因为原作里冷血无情的白清凌 一时做此打算 主人什么时候 想要我是主人的事 不劳烦老祖操心 看主人识别 陈希儿愤然护主 文言叶太渊也是猛逼 不由对白清凌的评价更高 哈哈 白殿主真是遇下有道 老夫正有要事寻你 既然撞见了 就来谈谈正事吧 星儿 你暂且退下 白清凌看着原本属于 萧陈的机缘 内心兴奋 随后两人盘息而作 叶太渊指天谈地 谈论古今滔滔不绝 从先天太古神魔创世之初 聊到如今道门玄女木星兰出世 第三次正魔大战 一触即发 原作里 此时叶太渊的阴魂 不是要消散了吗 这哪像一个要作画的人 猛逼的白清凌 听得佛魂老丈 只分当下已是现实世界 没有前世游戏中的跳过剑 一个时辰之后 叶太渊的魂体 总算有了崩溃的迹象 清凌小有老子的时间不多了 此物乃是我苍明宗两大盛气之一 苍明魂剑 持有者地位 仅在宗主之下 受百万较重养望 此物赠你可够助我 孙女叶红一一地之力 内宗的飞跃堂堂主叶红一 这就是你选定的大卫继承人 看着魂界的白清凌访问 看来白殿主也有自己的心思 也罢 我那孙女叶红一可否则否 不可否如可取而代之 这话我是不是在哪里听过 接过魂界的白清凌思索的 不过既然能掌控宗主大卫 我没有理由拒绝 老夫还有两件事 魂体越发薄弱的叶太渊淡然道 其是已故的叶无道 乃是红一的父亲 无道一愿 他想让你跟红一结成夫妻 共同壮大我苍鸣宗 闻言得我心中一阵 游戏中早早领了盒饭的白清凌 居然还有一个隐藏设定的未婚妻 难道你刚才说的 取而代之 该不会是取而代之吧 白清凌咳嗽一声 此乃小事日后 我自有判断 赶紧说第二件事吧 第二件事 那就是外界传言 你败给了盗门选女沐星兰 此事是真是假 叶太渊抛出心底疑问 如果连白殿主都不是对手 我魔门岂不是要亡你 白清凌沉默地 看着双目血红 与其悲壮 或有点死不瞑目感觉的叶太渊 最后在对方期待的目光下 淡然道 是的 他打败了白清凌 闻言叶太渊神色绝望 最后的残魂 一点点融化于虚空之中 在他神魂分崩离析的最后一秒 听到了一个霸起绝伦的声音 但是他并没有打败我 他若卷土重来 我会出手 此时另一边前来获取 机缘的萧尘被一众弟子拦在门外 请诸位总谈师兄姓 我真有急事面见老祖 时间不等人再坡下去 老祖只怕 不待萧尘说完 一个声音响起 只怕什么 紧接着便被一个大逼斗扇飞出去 若是让本堂主 听到你散播宗门谣言 避斩你狗头 滚 不要让本堂主强调第二遍 欲虚 我完全按照你说的做了 结果还挨了一记耳光 脸颊红肿 笔血直流的肿马男主 萧尘想到 你的不算 到底算了个鸡毛呀 炸了炸了 执行任务归来的风里血 上一秒还深中剧毒 下一秒就被身体中 钻出的触手怪 各种缠绕侵略 就在几个时辰之前 窃取完原作主角机缘的白清灵 回到了殿主行宫 幽罗殿之主的居所 真是太酷了 看着周围奢华的布置连连称赞 自己早就该从血厨中 出来享受享受了 穿越而来 原作中必死的血厨一劫 已然度过 接下来就得取回白清灵的 本体五脏 以求修制云阴七 其中本体心脏在研磨塔 要是在三位太上那里 没有宗主之权不可 扶持叶红一 坐上宗主大位 即了却叶太渊愿望 也符合我的利益 苍明魂界已经到手 眼下就差苍明魂见了 白清灵嘴里低难着 小李雪 不要让师尊失望感 脑海中不由地浮现出 之前在血厨中 见到的那的凹凸有致的高草身影 眼下三徒弟岑西二 已经被我用大爱戏 彻底感化 二徒弟谈在灵依 虽然差点火候 但感觉也快了 做师尊要引入君瞻 不能天坦任何一个 白清灵大意凌然地想到 是时候为小李雪 传递来自师尊的大爱了 已有对策的白清灵 不由想起其腹部的邪文 此时另一边的 真武剑宗天水城方式 身材高巧傲然的风李雪 来到了城中客栈 这位客官凝视 不带殿小二把话说完 风李雪低冷的声音传来 少废话叫你们掌柜 红大胖子速来见我 就说冬玉阎罗王找他 冬玉阎罗王 殿小二咀嚼着这五个字 顿时后被发寒 风李雪独自一人 进入客房坐下 没过多久 便传来了开明声 幽罗殿朱雀堂 赤诸为红天凡见过李雪大人 此乃殿朱所要之物 以亲自护送 速速带回幽罗殿赴命 另外服下这个 只见风李雪 拿出一颗墨绿色药丸 伸了过来 吸绝容体丹 红天凡被吓得一张胖脸 汗流如注 李雪大人 我兢兢业业 从不曾懈怠 请大人嗨 吃或者死 只见风李雪目光森冷 与其不容置疑地打断道 红天凡一张胖脸 这样的葱红 看着手中的卢丹 十分绝望 也罢 我吃 内心悲鸣之下 红天凡一口吞下卢丹 再下这就出发 定不负李雪大人所托 风李雪冷冷地 看着红天凡离去 希望这是我为那魔头 做的最后一件事了 林依你的计划可看顺利 我从小生活在那魔头的阴影之下 内心早已被污染成她的形状 但小师妹还年幼 咱们做姐姐的 并要助她早日脱离那魔头的苦海 然而下一刻 她的腹部再次传来一阵男人的剧片 怎么又开始疼了 那魔头的邪闻并未激活 莫非我中毒了 风李雪轻舞腹部细细回响 先前她打开宝盒之时 喷射出了些许不易察觉的魔杖之气 难道是那个时候 双眸圆灯的风李雪 懊悔的南南道 糟糕我没带进化毒杖的干药 腹部的疼痛 使她那红润眉艳的脸庞 转瞬间退为苍白 若是毒杖侵入我周身经脉 岂不会是 想到此处风李雪已然认命 也罢天命如此 被那魔头控制 也是生不如死 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下一秒 风李雪美眸圆灯 只因为腹部周围 感应到了一阵冰凉触感 在风李雪晶的注视下 她那平坦的小腹上 竟然凭空幻化出 树根类似于海怪的触手 这些触手通体血红表面 年华无比 看起来既猙獰又恶心 更让她接受不了的是 这些触手仿佛被神秘力量驱使 顺着她的小腹 向下延伸探索 师 师尊大人 煞事之间 她总算明白了什么 这些触手 就是她手臂的延伸 就连这种时候 也不放过我妈 下一秒一到低沉 却带着几层温柔的声音传来 听话 别动 以身缠毒杖 五天之下 只有为师能救你 白青龄虚幻的身影 在其耳旁温柔道 在驱毒过程中 由于神迹按摩术的加持风李雪 忍不住大叫 随后更是一口毒血 顾了出来 擦着嘴唇的风李雪想到 灌入丹田的毒杖都能清除 也唯有她能这般隔空相救了 紧接着 树根触手继续向深处 如动按摩着 伴随着强烈的触感 风李雪双腿加紧 两手无力地阻止着 与此同时 冷叶傲慢的小脸 也变得微红 并大声呼喊的 不行 师尊大人不行了 那镇摩塔的毒杖非同小可 连维师也难免会被伤计分毫 所以你且配合 必须一次性全部吸出 风李雪闭上双眼 任由那触手百般放肆 脑海中却不想连天 镇摩托不对劲 我不过是一枚棋子 何须好神隔空 为我驱毒 难道是灵音和心儿做了什么 让她转性 回想起上一次 通过窃影魔主禀报之时 后者竟然温情地 对她说了一声 生辰极乐啊 小李雪 不对 我在想什么 那可是清零摩尊 她肯定是想让我感恩戴德 好更深度的精神掌控 就在这时 伴随着敲门声 一道温润的男生传来 李雪姐 你在里面吗 这声音是三殿下 风李雪勉强睁开一只美眸 声音微颤道 你怎会在此 真是李雪姐啊 听说你来天水城历练 我便打听到这家电来 毕竟以李雪姐的相貌 无论到哪 都让人印象深刻啊 所以李雪姐我能进来吗 此时被触手缠身疗伤 和师尊虚影 在身后站立的风李雪 听到此话 小组张开 表情恶然 震惊了震惊了 叛逆的二徒弟 但台灵音 每每想起师尊白清灵 在换仙池 对自己的所作所为 本该仇恨的自己 不仅不感到厌恶 更是情不自禁 想要细细回味 还原其中的极致触感 原来就在刚刚 面对要进来的三殿下 风李雪深知 自己现在的羞耻状态 不宜见人 当即满是焦急的喊道 你不许进来找我何事 上次 我与李雪姐偶遇时 无意间在门外 听见了啜气声 门外的声音 似乎有些羞泽 当时你没注意到我 但是我一直很担心 多谢三殿下关心本小姐 就在风李雪 想要拒绝时 身上的触手却陡然收紧 不经意间 发出一声轻轻 随后 左手迅速将在身上 肆虐的触手控制住 右手抚慰胸前 平复心态 随后极其费力地冷漠道 本小姐并无大碍 你可以回去了 听出风李雪 语气异常的三殿下 心中疑惑 李雪姐 你怎喘得这般厉害 都说了本小姐无恙 我要休息了 请回吧 低冷的声音 从风李雪口中艰难传出 门口处的三殿下 面对风李雪 强硬的逐克令 只能轻叹一声 无奈转身离开 听着门口 逐渐远去的脚步声 此时又只剩下了 屋内浑身贪染的风李雪 面对越发放肆 在自己身上探索的触手 风李雪再也压抑不住 师尊 适可而止吧 你还想欺负李雪 到什么时候 伴随着羞羞声响起 没有得到回应的风李雪 突然瞪大眉眸 本能地朝自己腹部看去 只见腹部一如往昔的平坦 那些邪恶的触手 仿佛没有出现过 随后宁神内观体内毒躁 已然消失不见 震惊的风李雪发现 那魔头竟然真的只是 为帮自己驱毒 就在这时 一道冷漠的声音传来 李雪 以为师尊找到苍明魂 见师尊很开心 但你只顾任务 却罔顾自身性命 师尊很不喜欢 记住 没有下次了 说罢虚幻的身影 并缓缓消散 听后的风李雪 内心却微微颤抖了一下 面对白清凌突如其来的关心 陈风已久的内心 好似照射下来了 一束温暖的阳光 使得脸色微红 更大美眸的风李雪 内心深受感触 恭喜宿主 成功散播大爱 获得积分9000点 当前余额19000点 苍明宗幽罗店内的白清凌 一边回味着刚才的香艳触感 一边看着不断传来 提示音的系统见面 以解锁新的宝箱 钻石宝箱 价值5万积分 当总积分突破10万时 将解锁万界道具商城 白清凌吃惊地 看着刚刚获得的9000积分 真没想到 白清凌开始沉思 屋外那个突然败宝的陌生男主 门外那人到底是谁 李雪竟然换他为三殿下 闪过一丝 灵光的白清凌 猛然想到 怎么可能 这小子怎么会出现在 这个剧情节点 林末 第二部资料片 运巢争宗的男主角 大楚广朝的三皇子 从这部资料片开始 玩家可以自由选择 萧臣或者林末 双线攻略 争夺天命男主之位 但是原作里 林末和李雪的交集 绝对不是在这个时间节点 原作剧情明显 已发生无法预估的变动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蝴蝶效应 这一刻 白清凌百感交集 眼前的世界 已然是一方 充满无限可能的现实世界 罢了 林末暂时对我没有威胁 继续压制萧臣 这蝼蚁才是大事 宗主选举大会在即 是时候拜访那位店主 此时另一边 黑月堂堂主居所 叶红一在大殿上 反复徘徊 并不断发出玩了玩了之声 我到底要不要告诉林一 爷爷的遗愿 是要我跟白清凌成婚 随即又想到 我和他可是缔结了 净花之印 发誓要相守终身 我若真跟白清凌成婚 成了林一的师娘 他怕不是要气得自觉心脉 白清凌 你真该死啊 不行 我得实话告诉林一 一起商量对策 林一姐姐聪慧超凡 她一定有办法的 心念至此的叶红一 向门口走去 就在此刻 伴随着开门声 一只狱卖了进来 只见蛋台林一失魂落魄 步履蹬山地走了进来 林一姐 喊了一声的叶红一 满脸关切出声询问 你怎么了 还有之前血厨那晚 你没事吧 没什么 我有些乏了 借你阁楼休息一下 有什么话晚些再说吧 好的 那就等姐姐休息好再说 说完那叶红一 心思沉重 将头低埋 谭台林一失将头低埋 跌跌撞撞躲上阁楼 谭台林一看着近中的自己 越发感觉委屈 随后更是顿去了自身衣衫 耻辱 真是耻辱啊 谭台林一紧紧咬住下唇 你竟然让他碰你的身子 你对得起红一吗 被那个男人警报的时候 你明明还可以选择自觉心脉 以保清白 你为什么不 我恨死你了 谭台林一遍遍地谴责着自己 更可怕的是 回想起幻仙池那晚的遭遇 潜意识里 竟然还试图还原被拥抱的细节 越是不去想 身体反而越是诚实的 无端涌现当时的每一缕触感 所带来的愉悦 红一我对不起你 伴随着呜呜声 想到此处的谭台林一盖上被子 埋头大哭 不 我还有机会 露头的谭台林一想到 宗主选举大会 辅佐红一坐上宗主之位 只有这样才能借助总谈势力 彻底地摆布那魔头 揭秘了揭秘了 魔尊白清凌 深夜来访修罗殿 竟然要与殿主夫人在屋内彻夜密谈 头顶青青草原的修罗殿主 更是持刀冒死阻拦 没想到 却被自家美艳夫人突然袭击 只因为这里面 竟然涉及到更深层次的秘密 原来就在刚刚 苍明宗修罗殿殿主行宫 任千番满是哀声叹气的来回踱步 只因老祖 让其在宗主大会上 全力扶持叶红一 但是那蒙古道人 要与我联盟 并许诺众多好处 要我推弃上位 正当修罗殿主任千番 犹豫不绝时 不由将目光望向那一双美腿的主人 夫人 咱们该如何是好 原来此人正是店主任千番的 美艳夫人韩景阳 只见韩景阳邪谋偏了影 你心里也有打算 何须问我 不瞒夫人 我心中更偏向于 支持罗刹殿的蒙古道人 毕竟罗刹殿城市而起 实力雄厚 夫人你以为如何 只见任千番一脸卑微 或有几分寝室的味道 哪料韩景阳却是冷然一笑 我以为你极蠢又坏 实乃废物中的废物 听后的任千番一脸努力 紧接着 更是被美笔砸得劈头盖里 那蒙古道人 心狠手辣嚣张至极 为扩张势力不择手段 你凭什么觉得 事成之后会分你一杯羹 而不是被罗刹殿吞并 任千番听后汗流入住 那艺术人高见 咱们应该支持红衣 她虽年幼 但好歹是我亲外生女 此时出手 便是雪宫送炭 打料换来的却是一句转祸 更是被韩景阳猛踹一脚 伴随着叫声 被踹飞的人千番再次猛逼 只见高抬眉腿的韩景阳 满脸的恨体不成钢 此番混乱局面 修罗店就该保持中立 让所有人都想拉拢我们 你且记住一句话 风浪越大鱼越贵 明白了 明白了之声 不断从心情低落的 任千番口中传出 可万一那幽罗店的 白清零横插一脚 局势就会变得非常不利 不会的你不懂她 韩景阳的语气 罕见的带着温柔 美眸望向虚空的同时 表情更是带有几分向往 以你的愚蠢 根本想象不出 她是怎样一个惊艳的男人 她知所求 乃是你我难以觊觎的 极致大盗 此番俗事完全不值一提 说着说着 语气陡然一转 反观点 却是一个连老婆脱光 站在你面前 都什么也做不了的废物 说到此处 韩景阳更是生气地 赏了任千番一记遇邪 是啊 我是个废物 任千番神色悲鸣 好似双打了的茄子 说吧竟然出乎意料地 捧起遇邪 只见这位在东内地位 崇高的修罗店店主 竟然屈辱地跪下 将脸贴向他遇邪 口中更是难难道 我不配拥有你 就在这十五外传来通报 丙店主 游罗店白店主前来拜访 任千番满是疑惑 便出声询问 白清凌他来找我干什么 只见门外磕磕绊绊地说道 白店主说他 但您夫人有钥匙相伤 请您在门口帮忙把风 莫要让外敌探知了细节 任千番听闻鼓去一阵 脸色大便 肝胆欲裂地说道 进我的地盘 还让我把门 真是欺人太甚 伴随着门外的脚步声 一股令人窒息的摩威 笼罩整个大便 内心惊颤的任千番 碍于美艳夫人在旁 只能打肿脸 冲胖子放出可放 让那白清凌不实好歹 闯了进来 定叫他有来无回 觉察到异样的人千番 猛然回头 只见韩景阳出于某种本能 坐直身子挺着胸腹 一张绝美的狐媚脸蛋 也变得飞红 更是娇声说到 他已经进来了 就在任千番满脸猛逼的同时 浑身散发着 绝强威压的白清凌 已从突兀打开的大门中 走了进来 看到这一幕的任千番 心中挫败感愈发强烈 此子当真拥有 僻逆天下的魔尊之相 难怪景阳每次提及 便是一脸钦佩 恍惚间 老海竟浮现一个可怕场景 白清凌一边抚摸着 妻子那雪白诱人的双腿 一边疯狂的征法 话说这家伙的先天 无相摩体强悍无品 景阳这般柔弱 如何受得了 怕是会坏掉 想到此处 整个人都直冒绿光 人千番陡然将思绪调转回来 内心虽然害怕 但还是咬牙挺胸 气势十足地喊道 白清凌 一 你何时进来的 为何本店主丝毫感受不到 就在这时 韩景阳用一种 慵懒撩人的声音发话 白店主的太古脸稀数 不愧是人间低脏气神通 以我们夫妻二人的修为 竟丝毫没有察觉 白清凌看向景阳 难得露出笑意 不愧是景阳你看 果然知识渊博 比某人强多了 你换我什么 陡然被白清凌 如此亲切称呼 韩景阳美眸更大 脸颊再次泛起红欲 棍杖 胆敢如此无理 本座警告你 不要太棋盛 任千番看见妻子 露出修态 此时才意识到不对 只能无能地 以老迈老起来 西年本座横扫 东土正格摩尊之时 你小子还在穿开裆裤 完全无视 任千番的无能狂怒 白清凌只是目不转睛地 看着前方美人 孤人 本尊到此 确实有钥匙相伤 可否借一步无视说话 听到这话 一旁被当作空气的任千番 彻底震怒 白清凌 你这是自寻死 此时只见韩景阳猛的御手一拍 混账东西 你想找死吗 一声森寒之急的女生 响彻大殿 紧接着虚空之中 恐怖的威煞激荡而出 凝聚出一道神皇虚影 随后韩景阳调动神皇真力 虚空意志 灌注满真力的御邪标示而出 上一秒人千番 看见景阳生气 还站在白清凌身边 沾沾自喜 下一秒就猛逼地 遭受了雷霆一击 看着被御邪击飞的任千番 白清凌心中 意识多少有些震惊 不过表面却是风轻云淡 与此同时 宽大的店门也重重关上 景阳何必生气 你家夫君 也不过是担心 你受欺负罢了 谁要那个废物多管闲事 韩景阳一边往下走 一边嘟囔她 眼见目的就要达成的白清凌 嘴角不由微微上翘 韩景阳更是开门见山 现在没人打扰了 白店主可以说了吧 深夜到访我修罗店 御行何事呢 来了来了 屋内密谈的韩景阳 不仅被白清凌出声威胁 随后更是被白清凌 抬起大腿大胆冒乱 原来就在刚刚 我面对韩景阳的询问 便直接开门见山 本座来此 便是为了跟夫人 商议半月之后的 宗主选举大会 白清凌说着 更是欺身上前 我要夫人到时候 站在我这边 近距离感受着 男神撩人的气息 使得韩景阳眼神 躲闪不敢直视 白店主凭什么 觉得我会答应 我会给夫人 一个无法拒绝的理由 说吧 便将刚才扔出了玉鞋 牵引到自己手上 紧接着 更是在韩景阳 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一把捏住她的玉子 这曾经渴望 而不可及的一幕 让韩景阳心跳莫名的加快 她张了张嘴 很想出声喝止对方 但心底的某种异样情绪 让她选择了沉默 脚底正准备穿鞋的白清凌 感知到这一幕 也是感叹 自己真是魅力无穷 再加上自己来之前 也做足了准备 在商城花费2000积分 兑换了一张 支线角色剧情补选卡 使用此卡可以得知 一个指定配角 在主线不曾揭露过的背景设定 我看着面前的香烟人气想到 本尊也不是什么魔鬼 谁让命运要如此设定夫人宁 就在白清凌温柔耐心地 为韩景阳穿好鞋子之后 便图穷笔线 夫人 你也不想让自家夫君 失去店主职务吧 本来内心极可耻又愉悦的韩景阳 听闻此话 当时压下一样情绪 翘眉冷树 白店主 你过火了 我还有一个更过火的故事 想讲给夫人听 说完便给另一只狱卒穿起鞋来 故事的主角叫云姐 二十年前云家家主 无甚至死了大周元太帝 除了云姐 云家上下三百多口 尽数被斩 当时何欢东圣主姬太妹 看中了云姐的神皇真灵体 便让何欢东收云姐为圣女 实则是想作为如鼎来培养 意外的是 云姐抓住了平生 唯一一次逃跑的机会 他还在逃亡途中 结识了魔道巨博任千番 没想到韩景阳听到此处 清咬红唇 神色七处 似乎触及到了什么 不堪回属的回忆 虽然云姐十分厌恶任千番 更甚至得知 任千番式的天烟之人 但为了摆脱姬太妹追杀 云姐还是嫁给了她 成了处子人妻 如果任店主的难言之隐 不小心被大家都知道 一旦失去店主之位 被逐出苍明宗 夫人觉得姬太妹会如何行事 面对白清零的威胁 韩景阳更适近于夫妻之间秘密的揭露 韩景阳想起那雌雄难辨的魔头 只感觉背心发寒 白店主 此举未免太过下三浪了 这天下 还有我清零魔尊做不出的事 说完我再次凑到对方耳边 夫人 您应该知道怎么做了吧 韩景阳被气得俏脸 轰红背屎轻咬 更是大声怒喊 白清零 我恨你 或许是心中气急 紧接着便抬起一条美腿踢了过来 此刻我能感觉到 这一脚并未灌注任何真理 更像是女孩对心上人撒娇 感知到这一幕的我用力 将其美腿抬起 脸上更是露出侵略性极强的邪笑 韩景阳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 搞得俏脸微红不知所措 我心中想到 要怪就怪你那无能的软弹丈夫 下一秒 我就将其整个人与我紧密结合 没想到换来的 却是韩景阳的无力怒斥 放开我 自以为是的白清零 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 炸了炸了 厨子人妻韩景阳 面对我的猛然挑逗 不仅不怕 更是猛的上前 有个干柴烈火般 被我进行抢吻 原来就在刚刚 诉说着的韩景阳 情绪突然失控 那次逃离何欢宗 并不是我唯一的机会 另外一次机会是你 听到此话 让猛逼的我 属实有点猛逼 看起表情 此事不像作假 什么时候有过这种事 我怎么想不起来了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要觉得 本座对不起你 那是你的事 说完 我便有些心虚地将其放开 没想到韩景阳娇美的身子 不仅没有远离 反而贴得更近 双手更是一把将我抱住 紧闭双眼 面带红韵地向我索取了起来 白清零只感觉 一股温润的触感 让人爽脱心扉 正准备前行感受时 却突然怀中落空 心如小鹿的韩景阳 迅速转身 一脸娇称道 白清零 你这一生 敬拜天娇纵横无敌 可曾被女人抢吻过 白清零首先想到的 是自家小婆儿藤心 更是回忆了 那晚的诸多细节之后 我便一脸正气 理直气壮地回答 不曾 很好 如此你 便会一辈子忘不了我 这就是你多忘事的报应 白清零看着背对着 双手更是捂住滚烫的脸颊 天啊 自己到底在说什么 自己可是已经嫁做人气的女子了 紧接着 系统提示音响起 恭喜宿主成功散播大爱 获得积分一万两千点 当前余额两万九千点 听到系统提示我就知道 韩景阳的知识已经稳了 毕竟那种 被人死死拿捏的眼神 是骗不了人的 还有就是 虽然还不清楚 大爱系统获得积分的原理 但为了对付终极对手沐星兰 眼下积攒多少都不嫌多 时间来到第二日清晨 要嫁给白清凌围棋的叶红一 不仅在山上 手持钢剑腾转挪移 还隐隐传来说话之声 相信我林英姐 红一绝对不会背叛你 我一定会竭力争取宗主之位 助你摆脱那个魔头 最后更是喊道 白清凌那个猥琐勾楼的老男人 我死也不嫁 说吧 某种绝杀意念 灌入建议之中 伴随着建议机事而出 紧接着也是轰然巨响 这时却想起了 让人意外的掌声 不愧是 叶家最完美的兵精名誉圣体 此等件事值得称赞 只可惜 单凭这一件 还伤不了本座 说吧 白清凌周身燃起一股 阴寒至极的恐怖魔威 被魔威笼罩的叶红一 只感觉内心恐惧 根本无力抵抗 这等魔威 绝非寻常魔道巨国 逼格十足的白清凌 更是淡然道 叶堂主 初次见面九仰大名 震惊了震惊了 本就对婚事不满的叶红一 见到魔尊本人 竟然修态毕露 随后更是幻想 两人的快乐时光 但接下来的关系发展 让叶红一 属实有点猛圈 原来就在刚刚 叶红一看着 压迫感十足的白清凌 吓得说话都有点颤抖 白 白殿主 来我这小小的黑月堂 所谓何事 没想到白清凌 却是语气平淡地说道 叶堂主 你要不要宗主之位 白殿主 你什么意思 此时的叶红一 内心震惊至极 只因为狂妄如蒙古道人 也不敢说 对宗主之位十拿九稳 但这个男人 却如此轻描淡写 仿佛只要我开口 他就能提携我力压群雄 看着面前逼格极高的白清凌 叶红一一番思索后说道 白殿主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我爷爷 也就是老祖 他近日可曾跟你见过面 白清凌听闻此话 却是淡然回应 不错 好 本堂主大概明白了 说完了叶红一 双腿却开始颤抖 好似在酝酿着什么 然后更是在 白清凌猛逼的眼神中大喊 白殿主 你别痴心妄想啊 本堂主不会嫁给你的 因为本堂主 已经将身心许给了他人 我们是不可能的 接下来的一幕 更是让白清凌猛逼 只见叶红一脸颊朝红 修态闭露 声音亦是变得宛如文盈 至少 我们暂时是不可能的 哪料白清凌脸上 却是挂着温和的笑意 叶堂主以为 这就是本尊所图之事吗 功名利禄 红粉皮像 根本不入本尊法眼 不过你自幼失去双清 老祖也没有时间陪你 你的孤苦无依令 本座甚是怜悯 白清凌边走边说 紧接着 更是向其伸出右手 所以 若是叶堂主不弃的话 说到此处 白清凌牵起叶红一的白嫩小手 嘴角还挂着慈爱的笑意 做我的女儿吧 听到这话的叶红一 当场猛圈 脑海中更是闪过 某种奇葩画面 这种事 光是想想 就已经让她感觉羞耻到了极致 从丈夫变成父亲 这魔头到底是有多变态 叶堂主 本座是认真的 只见白清凌勘开左手掌心 展露出那没象征 宗门权柄的苍鸣魂戒 看到此物 叶红一郊躯一阵 爷爷竟真的将苍鸣魂戒给你了 已然像命运低头的叶红一 神色低沉 既然是爷爷的嘱托 本堂主自然不会服你 现在我们正式联手 我若登上宗主大位 必然不会亏待你 哪料听后的白清凌 却是淡然摇头 不 本尊现在就要叶堂主的承诺 白殿主 你就那么想做我父亲 说到父亲二字 叶红一只感觉羞耻难当 是教父 没想到白清凌却是当场纠正 或许是看出了叶红一的心思 自顾自地说了起来 苍鸣宗多被世人称为苍鸣教 曾经便有幼年宗主 尊奉教父的美谈 今后你为宗主我为教父 我们可携手同心 让苍鸣宗再次伟大 此时的叶红一 却面色羞红不敢直视 只因为自己 从小便仰慕强者 而此时的白清凌 更是霸气侧漏 磨微滔天 拨动了她沉寂已久的心弦 便下意识开口道 可是有婚约在前 未婚之夫如何能再败作父 不但叶红一把话说完 就被通报之声打断 旁主 因鬼殿侵传大弟子萧陈求见 扎心了扎心了 抑郁血统的叶红一 不仅被白清凌搂在怀里 更是面露娇羞 必也默许 看到这一幕的 种马男主萧陈 只感觉人生昏暗 原来就在刚刚 果然如我所料 萧陈还是如原作 那般如期而至 还好我已抢先一步 不然这蝼蚁 就要凭之前的获利 开启叶红一的感情线了 萧陈 这不是之前在总谈 大放厥词的家伙吗 就在叶红一沉思之时 白清凌却突然说道 红一 见一见也没什么 听到这话的叶红一 有点惊讶 便抬头向白清凌望去 毕竟咱们之间的新关系 还缺一个公正的见证人 随后我嘴角微微上扬 既然选择截胡 那就贯彻到底 另一边的萧陈 还在黑月堂门口 来回夺步焦急等待 萧陈 听到声音的萧陈 欣然回头 叶堂主 但是眼前的一幕 却是让萧陈震惊不语 只见白清凌 左手搂着 犹如小兔子般的叶红一 面带微笑地打着招呼 这不是花店主的大弟子吗 真巧呀 白清凌怎么是你 你在做什么 萧陈满脸的不可置信 只见白清凌 当即将叶红一搂在怀中 如你所见 本尊正在和叶堂主 进行亲切友好的交流 以本尊和他现在的关系 这种程度很正常吧 只见叶红一紧闭 双眸面色羞红 一副任君采摘的模样 紧接着 白清凌的左手 更是伸向某些敏感部位 看到这一幕的萧陈 瞳孔微缩 你们是什么关系 到底是什么时候 萧陈的话还没说完 便被我出声打断 只见我目光森冷 语气凌厉 萧陈 你有资格质问本尊吗 煞事萧陈只感觉 一股令人心悸的威压 遍布周身 看着面前白清凌身上 阴寒至极的恐怖魔威 种马男主萧陈 被吓得一个 样呛跌倒在地 说起来 上次只转的你一只手臂 本尊还觉得亏了 不要逼本尊出手索取更多 此时的种马男主萧陈 只觉得内心崩溃 为什么会这样 明明感觉白清凌 应该死于我手的 为何突然开始 步步落后于他了 我的实力 我的名望 我的女人 属于我的东西都没了 萧陈此时只感觉自己 就像是活在 那个男人的影子里 白清凌更是在 搂着夜红衣 路过萧陈之时停下脚步 果然是这样没错 失去玩家视角 就等于失去了主角气域 虽然剧情的变动 还不足以立刻杀死 但今后 我只会更加无情地 撵过你的天命立场 想到此处 白清凌不再停留 搂着夜红衣扬长而去